回顾完了好吧 接着讲啊 还没回顾啥吗 一共也没讲啥东西啊 不是上课讲了啥 对吧 这得几页 来龙去脉对吧 作者记住 Branding each 完事了 然后呢 浏览器内核分那么几部分 最重要两部分 一个叫外壳 shall部分 叫背壳的意思对吧 另一个呢 叫内核的部分 哪个值钱 是不是内核值钱 咱再回顾一下 之前我不知道 由于咱们之前的课 有一部分是我上 有部分不是我上的 我给大家回顾一下吧 咱说几大主流浏览器 其内核 咱同意讲一下吧 好吧 几大主流浏览器 其内核 主流浏览器都有哪些 IE 然后呢 叫Chrome 对吧 然后呢 Firefox 然后呢 Opera 对吧 然后呢 叫Safari 对吧 Safari 中心在后面 为什么叫主流浏览器 两点原因 第一点 它在市场上 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大于3%左右就可以 第二点 最重要的一点 是它必须有独立研发的内核 对吧 如果没有独立研发内核的话 它就不能叫主流浏览器 比如说中国那些 三中零猎豹 什么UC什么的 对吧 从来都不缺市场占导率 中国一下也能盖上来15亿人 对吧 市场占导率从来都不缺 包括百度呢 但是它就不是主流的 对吧 IE的内核是啥 叫Trident 对吧 谷歌呢 谷歌是啥 叫Webkit 对吧 原来是Webkit 2014年的时候抽出来一个内核 叫Blink 所以你打哪个都行 随着应该你们到面试和比试的时候 你就打这个Blink就行 由于这个2014年离你们有点太远了 都2019年了吧 那时候的 Firefox呢 叫Gecko 对吧 Gecko 不叫Gecko 我特意查了一下 叫Gecko 这个叫Presto 这个呢 Safari呢 其实Webkit内核是苹果公司和谷歌公司共同研发的吧 所以它也是Webkit的 就这几个一定得记住 主流浏览器机器内核 这不是专业素养 这是专业知识 那东西是吧 能跟你们讲过这故事吗 原来我那时候 我在公司的时候 后来很荣幸 进入人才渠道 当了一次第一面的面试官 挺过瘾的 第一面面试官负责一件苦差事 比如一千个人来投简历 最后剩三百个人能进去面试 这三百个如何剩到三十个到五十个 就是一面面试官干的事 所以我们追求就是快准狠的拿下你 让你赶紧转身后退 再不要来了 能懂我意思吧 就这回事 然后那时候我们经过一个长时间讨论 有没有一个非常简约的一个办法 能判断一个人才是否符合一个基本要求 然后我们也讨论了一下 几个面试官一吃饭 这帮老人们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 他说你们莫不如这样 考一个算边角的东西 但又算一个基于底层 看他是否重视底层知识的一个过程 你像浏览器的一个内核 你知道能导致什么吗 如果你对浏览器的内核比较了解的话 当然这比较高深的一个知识 如果你对它感兴趣的话 我们就可以认为 你未来的发展路线 一定是非常精准的 如果你都不重视浏览器和内核 之间一个区别的话 你这个未来的一个上升路线 可能就很皮毛了 能懂我意思吧 这块是很重要的 就那时候我们面试的 我记得一开始来了一个小孩 特别有意思 小孩叫啥名我忘了 一开始我面试的时候 一对一面试 在我们那个活动室 然后小孩上来就说 看了一下我工牌 说你好 我说你好 我说这样 我说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说我是哪哪哪哪 什么什么工程师 什么什么级别 今天负责这个 咱们的一个面试的一个环节 然后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跟他说 我说我叫基成 你随便叫我 你叫什么都行 叫成哥 叫什么都行 结果一个小孩 刚从学校里面出来 不太适应 顺口给我来了一句基老师 对吧 我顿时对他的印象 就直接跌落谷底了 我觉得这个孩子不懂事 来个基老师 我就想咬着这个压根 咬出血丝来了 我说行吧 看看你什么水平 对吧 我看看你教授这句话 到底有没有底气 我跟他聊了一下 我说这样吧 我说咱们也开门建山点 简单点 介绍完了之后 我说什么时候 姓张还姓什么 忘了 我什么时候你同学 我说这样 我再问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说你知道咱们前段工作 是跟什么打交道打最多吗 他犹豫了一下 我说应该浏览器 我说对没错 就浏览器 我说那么请问 你知道浏览器的一些 主流浏览器和他的内核吗 这小孩一听 哎呀 这东西 就感觉 内核 我说内核的时候 他脑的明显感觉一震 你知道吧 眼神一颤 但是我说主流浏览器的时候 好像抓住点希望 对吧 他一看 前半段我会答 还不至于全不会 对吧 上来非常自信 一拍胸脯 对吧 说爱意肯定是主流浏览器 我说对 我当时还听 还有点希望 对吧 紧接着下面开始跑火车了 爱意 然后给我掰手指头查了 你看360 你看猎豹 你看百度 腾讯QQ 最后犹豫了一下 由于我们是UC移动事业群 知道吗 就是旗下UC流浏览器产品 犹豫了一下 特意咬着牙 还说了一句 UC流浏览器 为了奉腾一下 还说了UC流浏览器 你知道吗 我恨的 虽然说UC 虽然说原来我在UC工作 但是确实成不了 我们自己都知道 我们那盒就是拿的来拼那盒 拿的Blink 那盒 确实不是自己那盒 虽然说UC浏览器 在中国的市场 移动端上占40%占有率 在印度市场占有60%的市场占有率 已经比百度高了 但是依然它不是主流浏览器 能懂我意思吗 不好使 后来我给他讲了一下 讲了完之后 又随便 意思性的 就象征性的问了几个问题 就跟他说拜拜了 我们回去等消息吧 但凡面试官非常沉重的跟你说 回去等消息吧 你就不用再考虑这个问题了 告诉你点经验 回去等消息吧 当场我是不可能 当场我们是不可能 告诉你过和不过的 即使你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你 你马上就来 对吧 即使你长得很漂亮 也不能说 也不能说 我可以简单的表达一下 回去等消息吧 你觉得呢 对吧 我可以告诉你 你觉得呢 对吧 一般小孩 我们都会 最后一个问题都这样了 每一次面试的时候 都会跟你说的 说最后一次面试结束的时候 说你还有什么问题 想问我吗 一般就是 面试官会问 你还有什么问题 想问我吗 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 你通过这个问题 我们能看出你的 学习能力和学习尽头来 包括你想探究的一个方向 如果你问这个问题 很好的话 可能说你对面试官 这个印象会非常 面试官对你印象非常好的 但一般嘛 孩子不懂啊 不懂这方面的经验 一般就说 问一个问题 想了一想 我能过吗 那你说我能告诉他吗 对吧 我说你回去等消息吧 对吧 再如果是特别好的一些学生 我们都会觉得 你觉得呢 你刚才有什么不太贵的问题吗 然后你觉得呢 然后基本上他走了就 这种基本上就是过了 但是明令禁止 不允许告诉这个人 过还是没过 明令禁止的 复习一下得了啊 了解一下情况 然后这些是不是都讲了 对吧 咱们上了课讲到 哎 这块是一个非常重点的问题 是一个操作系统 叫轮转时间片的过程 对吧 系统会把很多 哎 说一下GS这个特点 GS语言有两个特点 两个逼格对吧 第一个有逼格的事是啥 解释性语言 第二个叫单线程 对吧 什么叫单线程 同一时间 只能干一件事 你们邓哥那事 对吧 邓哥年轻熟的样子 对吧 然后呢 三大部分 完事 紧接着看这 今天从这开始讲 讲一门语言呢 就得说 来龙去脉 CSS 咱可能说没什么太多历史 不介绍了 扎的数非常重要 来龙去脉讲一下 然后紧接着咱和CSS一样 刚开始讲CSS的数 是不是一点 如何引入CSS对吧 如何让这玩意奏效 好使啊 很简单 JavaScript比CSS要简编的多 JavaScript呢 它也是由 就是它也是这样的 在里面写一个 我们叫标签的东西啊 叫Script标签 然后一生成出来个这个东西 我们引入JavaScript 基本上就分两种 第一种呢 叫在页面级的GS 页面级的GS 和那个页面级的CSS 是不是差不多 而且听说这个页面级的JavaScript 你写到哪里都可以 你写上面也行 你写下面也没毛病 咱CSS是不是暂时不允许这样 对吧 JavaScript可以哈 如果你写到页面里面的话 你在这个标签里面写一些东西 它就叫JavaScript在哪了 它就可以实现了 比如说我写一个 打印点东西 打印Hello World吧 对吧 你们知道Hello World吗 Hello World一开始 一帮大哥们创造一个计算机 对吧 忽然能打印文字了 第一个文字 打印点什么东西呢 一帮大哥们想不来啥 对吧 后来想Hello World吧 就把这个东西弄起来了 后来流传的非常广 据说有好几个 程序员退休之后 想练练书法 对吧 练完了书法 基本这个笔法了 一台笔不知道写啥 顺手写了个Hello World 对吧 毛笔Hello World 非常帅 行了 看一下 这个就叫做JavaScript的代码 你不用懂 它是啥意思 看看它能不能运行 就完事了 咋运行 右键 OpenBrowser对吧 由于我把浏览器都已经打开了 所以咱就不用右键了 我把它放过来 刷新就可以了 对吧 它就在页面里面 把这行文字给打印出来了 基本的打印语句 先不用在意 先不用在意 它好使 什么东西 对吧 就是好使 这是第一种引入JavaScript的一个方式 叫页面GGS 能记住 然后上面有个属性 叫type属性 和css差不多 css type属性 是不是text-css 对吧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没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浏览器 那个浏览器挺好啊 我这里面写的是JavaScript代码 你不写 你这里也必须得写JavaScript 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写不写都行 但是有一点 你写错是坚决不可以的 要不然你删它 要不然你别写 你写错了 这块就运行不了了 能懂我意思吧 写错了 运行不了了 但一般情况下 我们生成出来 写个script 直接type键 直接能生成的 生成完之后 所以这个样 你也不用特意去打 能懂我意思吧 除非咱们到后期编程的时候 标签当做一个存储数据的过程 我们会把这个JavaScript 变成PPR叫template 这样的话 咱们故意让它运行不了 运行不了 这里面就只能装代码 不能运行 换句话 能当一个库存来用 听到意思吧 咱们后期有方式 能把这东西取出来 好了 第一种引入方式 完事吧 删掉了 第二种引入方式 还是先写一个script标签 但是这时候 我不在里面写代码了 我在哪写呢 我在上面写一个src属性 然后引入一个外部文件 第二种方式叫外部js文件 外部js文件 咱分个屏 创建一个javascript 这是桌面 这么干净不太适应 listen6.js 你说咱创建一个javascript文件 是不是得点 js对吧 正常来说 应该是点javascript的 但为啥是点js呢 就像这个点atmls 你知道一开始 或者说你现在 你把它去一个l 它也好使 是过吗 看过这样的文件吗 什么.htm 看过吗 我们讲一下 最开始咱们计算机的发展过程中 在九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流行一个系统叫 奔腾4的处理系 叫windows98 听过吧 windows98那时候奠定了一个程序的一个基础 windows98只允许一个文件后缀名 最多是三位 最多是三位 多了不好使了 明白意思吧 那时候要求最多是三位 所以咱们html那时候被砍掉了一个l 所以你现在历史遗留问题 遗留到现在 你现在.htm 也好使 然后由于那个时候 你不可能是.javascript这个东西 太多了 后来就变成了.js 明白意思吧 把.js 行吧 咱们在这块里面写点这个扎斯图代码 比如说还是同样 保存 然后呢 这个叫引入外部.js文件 引入外部.js文件 一个条件就是把外部.js文件 这个地址放到这里面去 里面写吧 linson6.js 由于他俩是一个相对地址 可以直接这么来写 对吧 保存 刷新看看 是不是也好使 这个刚才的一个区别是没探号 对吧 证明这个文件是好使的吧 所以两种引入.js的一个方式 一个内部文件 一个叫外部文件 对吧 内部叫页面级.js文件 页面级.js OK 没问题吧 为了咱们上课更加清晰 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我把咱们这个形式 上课的时候 我也这么讲了 咱就写页面级.js文件了 是吧 这个看起来更加清晰一些 但是我说一下 给你们听好 但是我说一下 咱们正常的一个开发标准 叫外部标准 要求咱们结构行为样式相分离 啥意思 这句话意思就是 看好 看好 结构 行为 样式 相分离 谁负责结构 告诉我谁负责结构 html样式呢 css中间这个叫 javascript对吧 相分离的意思就是 这一仨文件 你给我分开写 你css就给我写文件里面 js就写文件里面 html写 html文件里面 你别相互混 你知道吧 为什么别相互混呢 一看起来结构清晰 二维护的时候好维护 你要改css 你就上在文件里面改 你别胡乱改 明白的意思吧 是这意思 这是一个开发标准 所以咱们正常练习的时候 我希望你把这个js写成一个单独的文件 因为咱们上课的时候 为了让你看的更清晰一些 我就写到里头了 好吧 这是一个vive标准 记住 行为样式结构相分离 好了 下一篇 在这块我说一下 说诚哥 能不能一个script标签 我又引入vive文件 加个src 加个地址 然后我里面又写东西呢 你猜行不行 就是说我引入一个lens 6.js 然后里面呢 我打印点东西 打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叫诚哥很帅 对吧 保存 保存 你说你看 咱看看哪个好使 是外部js生效了 还是内部好使 还是都好使呢 哪个好使 外部的好使吧 是不是内部的失效了 所以听我说 万万不能一个script标签 又引入外部的 又引入内部的 这是不行的 如果你这么来用的话 只是外部的好使 所以说 如果你想写 就一个文件里面 可以包含多个css 也可以包含多个js 换句话说 到后期编程的时候 要必然包含多个文件 能懂吗 所以有些特殊需求的 你可以写到页面里面 没有特殊需求的 全用外部js来打包 所以别混着用 分开 该分开 别混着用 听懂吗 OK 来接着往下讲 下一条 从现在开始 咱们开始接触一点 java script的一个真正语法了 知道java script的语言 和之前的html和css不太一样 html和css呢 其实准确的讲 不叫编程语言 咱说编程语言 必须有个特点 叫有变量 有函数 有数据结构 可以进行基本的运算 这才叫编程语言 html和css 顶多叫脚本语言 叫计算机语言的一个小门类 叫计算机语言 明白吗 但是它功能强大是强大 但是论这个名词来讲 它不叫编程语言 对于一个编程语言 它最基础的一点 就是它有变量 我先说一下 咱们同学这个基础 不太统一 所以我这个东西 讲的稍微慢一点 对吧 这样吧 我采访一下大家 你怎么来界定这个问题 程哥我知道什么叫变量 我还知道什么叫函数 我知道异幅报 举个手我看一看 好 行行行 我了解了 还有一半的同学不怎么懂 所以咱慢慢讲 别担心慢慢讲 就即使你懂 你未必也懂得非常透彻 说一下 什么叫变量呢 我们这个语言 提出一个变量的一个概念 就所有的变成语言都有 提出一个变量的概念 这个变量就像家里的一个冰箱一样 知道家里冰箱干嘛的吗 程哥放东西的 不对 你想放的东西 一定是以后还会用的 你才会放冰箱里面 否则你绝对放垃圾桶里面 对吧 所以冰箱里面的东西 一是存放东西的 二存放完了之后 以便于后续利用的 对吧 我们程序里面的变量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会把一些数据 你别管什么类型数据啊 反正我们会把一框数据 放到一个变量里 或者放到一些变量里面 以便于后续使用 明白是吧 它就是存放物品的那个东西 那个框 这就是变量的一个基本概念 难道意思吧 如何来如何在程序里面 申请一个变量 或者说如何创建一个变量呢 我先不讲具体语法 我先把它写出来 你感受一下 我们在Java数据里面创建一个变量 它的关键字叫WAR 叫WAR 它是variable的一个缩写 variable是变量的意思 就叫WAR 有的人管它叫WAR 我嫌那个WAR太难听了 咱读WAR好吧 咱文雅点 做一个有艺术气息的一个工程师 WAR 这是一个关键字 然后WAR一个A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们向程序 听说 这句话意思是 我们向系统申请了一个变量的房间 这个房间的名字呢 叫做A 就是啊 听说 我们想定义一个框 往这个框里面去放东西的话 首先第一点 我们得向系统 跟系统说 我需要一个框 你赶紧给我腾出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作为我这个框 叫声明变量 能懂意思吧 叫变量声明 第一过程就是向系统 要一个地方来 能懂意思吧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向系统 WAR一个A 就是向系统要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给你起个门牌号 门牌号 你就叫做A 来辨识的 明白意思吧 这个房间就叫A 如果想往这个A的框里面放东西的话 你就A 写一个等号 然后呢 等于点什么其他的数据 写个最基础数据啊 写个什么数字类型的100 我们这样就相当于把这个100 放到这个框里面去了 请注意 这个等号 我们不能叫等号 它叫负值符号 就要把100的个值付到A里面去 这就是一个变量负值的概念 能懂意思吧 简单的说哈 举个例子 像啥一样的 你们住过酒店吗 没住过酒店 我给你们描述一下这个过程 有一次我派你们邓哥出差 然后呢 正好和他二哥一起 他俩一起去了 到一个非常高端的酒店里面 高端酒店嘛 他都需要开房的 知道吧 然后呢 你们邓哥和他二哥 就走到酒店的前台 跟人说了一句 我要一间房间 我要一个房间 要什么呢 要情侣大床房 然后这个酒店前台 这个服务人员 说好 先生 等会儿 我给你办这个check in 入房手续 这样给他办完之后 给他一个卡 老邓拿到这个卡 这个过程 他就开完房了 听我说 开完房这个过程 他向酒店里面去开房 这个过程 就像咱们这个程序里面 我们握A这个过程一样 我们是向系统要了一个房间 能懂意思吧 但是他拿到房卡的时候 他这个人进到房间里面去了吗 如果人是一个数据的话 是不是还没进到房间里面去呢 对吧 谁也没说开完房一定去住吧 对吧 开完房之后 他和二哥非常有性质 非常有这个性质 对吧 然后这个小湖边绕了两圈之后 然后才回到酒店里面 对吧 他有时间间隔了 回到酒店里面之后 这俩人拿这个房间号 拿房卡上面写房间号 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 找到一间房 一看就是这间房 对吧 然后俩人到门口 一对比 房间号去是这个 俩人到门口呢 互相瞅了眼 背儿亲了一口 对吧 然后俩人挂进去了 他俩推门进去这个过程 就是这个房间里面 有人了这个过程 对吧 房间里面原来是不是就放人的 人是不是可以当成一种数据 对吧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 变量复值的一个过程 明白这个意思吧 这是一个变量复值的过程 所以啊 申请一个变量 并且往里复值 就像在酒店里面开房一样 先要一个房间 然后我人再过去 要房间和人进去 这个过程 没必要非得连在一起 能懂意思吧 没必要非得连在一起 这是两个过程是相分开的 懂意思吧 两个过程相分开的 然后呢 他俩其实也可以写在一起 有一种简化的写法 叫vera等于100 但是虽然说简化写了 但你一定要清楚 这是包含了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 向系统申请一个房间 叫叫a的名字的房间 对吧 然后第二个过程 是把100付到a里面去 一定得清楚 先发生的申请 再发生的复值 明白意思吧 这个叫定义一个变量 定义一个变量 我们单独写ver一个b 或者ver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叫变量声明 名词叫变量声明 懂我意思吧 decoration 变量声明 OK 是不是一个没啥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再申请一个房间 ver一个b等于200 是不是又申请一个房间叫b 然后往b里面放了一个数据 叫200的数据 对吧 ver一个c等于300 这往c里面放了一个300的数据 对吧 现在呢 比如说哈 我现在想用a里面的数据 或者想用b里面的数据 比如说这个用法 就是我们要打印 打印a打印b 怎么办呢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语句啊 document.write 你先记住 document.write 一个括号 里面写啥 就能把这个数据里面的值 打印到页面里面去 如果我document.write a就想要把这数据里面的值 打印到 页面里面去 对吧 是不是打印100 证明这个a里面装的是不是100 是吧 如果就咱里面放个b呢 就是b里面装的是200 c咱就不试了 对吧 咱都清楚 这就是一个变量里面装置的过程 当然了 变量里面装置 咱可以进行很多的计算过程 包括加减什么的都可以啊 咱先一点点来 别着急 这是变量声明 拆解啊 就是变量的一个定义过程 分为两个过程 一个声明 一个复值 行了 不磨叽了 然后紧接着呢 我再多写几个 你们听好 我们一个程序 不可能只用一个地方存变量 就不可能只用一个框 对吧 家里 咱家也不是说只有一个容器啊 你总得什么书架 晚贵什么啥啥都有 对吧 来装东西的吧 这程序也是啊 程序里面还可以有个d 什么什么的 咱瞎起点名 什么e啊 就是好多个框 好多个框里面都存了很多个数据啊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么现在大家看啊 我们是怎么操作程序的 申请一个a a里面放个值 申请一个b b里面放个值 申请个cc里面放个值 对吧 这么来写 跟他说 效率并不高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这就相当于啥 你好好分析一下 这相当于啥呢 比如说你们邓哥 有一天哈 拉着一群嫂子去开房去了 对吧 虽然说这个不太现实啊 他就俩 拉着一群的哈 然后就开房去了 开房之后呢 首先老邓领着大嫂 一帮嫂子排队哈 先领着大嫂去 到前台去 你好 我要开一间房 前台说 好给你个房卡 办完手就对吧 然后老邓 跑回眼位置 领着二嫂 又冲刺哈 50米冲刺 光荡跑到前台去 你好 我还要开一间房间 那个前台的服务员 瞅了他一眼 对吧 觉得可能有病的 然后又领走了 又领来第三个人 你好 我还要开一间房 对吧 走到第五个人 说这前台的服务员 受不了 大哥你是不是有病啊 对吧 一把嫂子排队的 就一起领过来呗 对吧 什么意思啊 你明明开房 能跟他说服务员 给我开五间房 然后五间房 你咱分别放人了 对吧 你为什么还开来开去 开来开去 你就不恶心人了 对吧 你那么等着恶心人 你这么写就恶心计算机 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么写 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写法 怎么来写呢 咱已经知道了 开房那个命令符 申请房间的命令符 叫做WAR 你可以直接WAR A 逗号B 逗号C 逗号D 逗号E 写个分号代表 这一行结束了 能懂我意思吧 这行结束了 这样的一个写法 就是跟系统说 给我开ABCDE 给我留五个房间出来 对吧 然后每个房间都是空的 你想往里面放置 你爱放啥放啥 再这么写 你说免去了 来回向他申请的过程 对吧 一次性申请到位 至少能省点时间 我们管这种形式 叫做单一WAR模式 单一WAR模式 尽量多个便当 这么来写 能懂我意思吧 多个便当 尽量这么来写 然后听我说 可能说在一些书本上 比如说谭浩翔写 那个思雨言 那个书绿皮 那个看过吧 包括一些老师讲 他都喜欢这么来讲 一排便当写到一起 这种写法 在开发的时候 是不允许的 开发的时候 有开发规范 会发一个小本 告诉你开发的时候 要怎么来写 这个格式 只是格式怎么好看 方便我们查阅 我们的格式 一般情况下 是要回车的 即使你是多个便当 我们要给他们分开 明白我意思吧 要给它分开 这么来写 这回申请房间的时候 你也可以后面负上值 取块地去吧 也可以后面负个值 你买的不是刮字吧 是恰恰的吗 行 就是你也可以在这块负值 在申请的时候可以负值 当然有些东西 你可以说有的负值 有的不负值 等着以后来负 无所谓 明白我意思吧 就这块写来无所谓 但是有一点挺好 每个变量和变量之间 如果你要用单一握模式的话 你必须用逗号给我隔开 你不能这块写个分号 你写个分号 下面这些逗号时效了 懂我意思吧 下面出错了 必须用逗号隔开 一定注意一下格式 注意一下格式 这样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写法 明白是吧 叫单一握模式 就让它试一下 答应 最近这些手不怎么好使 A B C D E 它可以连逗号一起打 放心 就把这些全打出来了 懂我意思吧 这个安逆范子 一会来说是什么意思啊 就看看上面有值的一些 是不是十二十三十四十 对吧 等打出来了 OK 这是一个申请变量的过程 然后啊 然后 再讲一个 一个小常识吧 这是A里面放了一个10 如果现在我想让A里面 再换一个变量 A里面 我想不想要装10了 我想要装20能不能办到 比如现在咱家冰箱里面 放了一个茄子对吧 比如说你不想装茄子 你想放个黄 我放进去 能办到吗 这把里面东西扔了就完事了 对吧 怎么办 这个在变量上也一样 A直接等于20就完事了 A里面那个20 A里面原来那个10就被覆盖了 它就不存在了 能懂是吧 A里面时时刻刻只能存在一个变量 不能存多个 你要用新的变量覆盖原来的变量 原来变量没了就 原来的东西就没了 这就可以了 就现在A里面是变成20了 如果再操作 A里面变成30呢 是不是那20就没了 对吧 这是一个基本的点 然后说一下变量的申请过程 命名规则 给大家放大 看一眼 变量的命名规则基本上三条 第一条是变量的名字 就刚才我写的ABCD 当然随便写的 变量的名字 必须以英文字母下滑线 或者Dollar幅开头 就是开头 比如说现在我要写一个变量 可以是ABCD 这叫ABCD一个名 对吧 可以叫什么什么 Demo什么 这叫名变量名 对吧 这个变量名有什么要求呢 他的打头这一位 必须是英文字母 或者下滑线 或者Dollar幅开头 也就是说下滑线ABC 合不合格 合格吧 合格 以下滑线开头吧 对吧 开头字母对吧 我写个ABC呢 那是不是更合格了 对吧 我写个Dollar幅ABC呢 是不是也合格 对吧 我要写个星号呢 ABC呢 这不行 坚决不行 对吧 坚决不行 这是开头 然后变量 变量名的 这个命名这个体 变量名 可以包含什么 变量名 可以包含英文字母 下滑线Dollar 这都没变 又加了一个数字 就是啊 除了开头以外 后面能写啥 后面能写Dollar幅 英文字母 下滑线和数字 话句话说 我现在下滑线A 行不行 没问题吧 DollarA A 再加下滑线 再加Dollar 是不是也没问题 对吧 但你要加特殊字符什么的 肯定不行 对吧 加冠号肯定不行 OK 这就是一个命名规则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规则挺有意思的 第三规则呢 意思是 不可以用系统的关键字 保留字作为变量名 先给大家解决一下 什么叫关键字 知道啥叫关键字吗 刚才我写了一个word word就是一个关键字 关键字的意思就是 系统定义完的一个单词 它在系统里面有特殊的语法含义 你不能说word一个word等于识 这不行的 有特殊语法含义的单词 是不能当作变量名的 有特殊语法含义的词 我们管的叫做关键字 那啥叫保留字呢 保留字听我说 系统时刻在更新升级 它在更新升级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觉得 比如说现在咱们有一个单词叫float float在咱们这里面没有任何意义 系统在更新升级的时候 它一觉得说 我未来可能会用float这个关键 我未来可能会用float这个单词 当作关键字 尽管现在它没有啥意义 但是可能未来会有含义 这种东西叫做保留字 保留字我们也不能当变量名来使 你说为啥 成哥现在不能凑合用吗 现在凑合用呗 为啥不行 比如说今年你凑合用了 好使 好 明年系统一改版float有特殊含义了 你这个程序到明年一运行 马上会报错 听到意思吧 所以这种东西叫保留字 为未来留一个这种单词 说成哥什么叫关键字 什么叫保留字 别着急 关键字和保留字呢 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 列一个表 就这么多 你差不多能背下来就行 我开玩笑的 因为这个事咱得分析一下 之前我也觉得是不是需要背 后来我仔细分析了一下 依照咱们大家的一个现有的英语水平 你就算往死里蒙 你也蒙不到这些字 对吧 你们起名就ABCBCD 要个EFG 对吧 一般就这样 你能梦着这么高大上的词吗 对吧 什么break else 这都是关键字 new work case finally return wide thewide 你可能不知道啥意思 对吧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啥意思 你上哪能梦到去 不可能 instats off 你都不知道 学英语的都不知道 instats off 什么意思吧 关键要知道吗 都不太清楚吧 这下面更多 保留字一大堆 成哥 三十个得继续保留字 更不用 这保留字你更不认识的 第一个 abstract 抽象的 然后这个是enumeration的一个缩写 叫这个enumeration 一个缩写 然后这个 它是integer的一个缩写 inter你可能见过 short boolean export interface 接口 static 静态的 等等一系列 没必要去背 没必要去背 像什么synchronous nature final char 这些东西都是保留字 你如果想去看的话 你捋眼就行了 但你相信我你记不住 咱们一般就是什么 apple orange 就可以了 对吧 对不用太难为自己 应该面对现实 敢于面对现实 而且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尽量起的变量名 真不要乱起 不要abcd 我之前带过一个实习生 上来之后 写完那个代码 我都疯了你知道吗 实习生写代码 要经过他的导师去审核 审核完之后才能上线 我之前带过一个实习生 写完代码之后就abcd 过了一堆大变量 abcd一直到z 你知道吗 永远都用不完 用完之后就aabb 是吧 ab什么的 永远都用不完 然后回头问他 我说大哥你写这啥意思 能给我解释解释呗 这大哥真想了一下 认真能给我解释一下 我说你还真 你听不懂我这啥意思 我说把你的语意给我写清楚 我们来编程的时候都得这样 你要写一个变量 你这变量到底表示什么 你要表示速度的 你把它起成名叫speed 就是如果你英语 你甭管你英语精不精准 但凡你起个名 差不多 大家能理解就行 比如说一个导航栏 一个导航功能 navigator nav就可以了 像什么brand啊 france啊 都可以这么买起啊 这个东西 就是如果你实在 这个词穷了 咱现在不是工具强大了吗 对吧 有道字典 google翻译不都行吗 对吧 翻译完之后 没准还非常高大上 你同志一看 这个什么英语好 对吧 其实用的不标准 还不知道 所以起变量 一定 咱得慎重 只有一个目的 一一养成你的好习惯 这习惯不是什么 我前学的时候 无所谓 ABC先来着吧 我工作书再说 你工作书就改不过来了 习惯得从这块开始 知道吧 你到工作的时候 一偷懒就ABC 就开始上了 知道吧 不能老那么写 你知道有的时候 大家编程的时候 编程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你想一个问题 想要明白的时候 你脾气变得非常暴躁 于是你的同志 对吧 你同志一看 你写的这个样的东西 弄死你 对吧 对了 然后紧接着往下讲一讲 往下讲之前呢 我先把这个东西 给大家熟悉熟悉吧 比如一个变量 我们可以把这个变量的值 放成20 你可以放成30 对吧 这是可以的 然后你知道两个变量之间 它还可以计算呢 比如现在我握了一个A 握了一个B 现在我握了一个C 这C是一个空变量 对吧 我申请了一个房间 现在我让C等于什么呢 等于A加上B的一个结果 它是可以运算的 这个运算的顺序 不是说乘客 是不是先把A放到C里面 然后C加B 不是 是听我说运算的顺序 一定是 或者说复值的顺序 一定是先在等号 右边这些东西 先运算完 然后再复值 能懂得意思吧 就是运算要大于复值的优先级 能懂得意思吧 运算要大于复值的优先级 一定是A变量的内容 加上B变量的内容 等于C 千万别那么理解 别A加上B 等于AB 然后放C里面去 不是那样的 正常咱们都学过点数学吧 你数学里面 比如说10等于X加Y 对吧 10等于X加Y 你也不能等于10等于XY 对吧 这俩不能粘一起 这俩不能粘一起 XY代表变量 我们这个变量和数学里面的变量 基本上是一致的 换句话说 数学里面的变量 仿生的是计算机里面 这个变量的用法 听到意思吧 是反仿生的 就是一样的 C等于A加B 就是A里面的内容 加上B里面的内容 然后俩内容一加 放到C里面去 那C现在应该是啥 必然是30了 对吧 很高深的一个学问 这个 行了 这是一个 基本的变量 一个小操作 咱这不细讲了 一会儿呢 还有一个深入的讲解 紧接着呢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数据 咱们要研究一下数据 刚才咱们的数据 是10 20 30 40 这大玩意儿 瞎写的都是 咱们的数据呢 是分类型的 我先说一下 咱们数据的类型 大致分两种 第一种类型呢 叫做原始值 你先别管的是啥 你先把名记住 叫原始值 第二种呢 叫做引用值 叫做引用值 为什么先分两类呢 你先别管 你先听 原始值里面分五大类 听我说 原始值里面分五大类 这五大类分别是 Number类型 叫数字 Fore类型 Bulling 然后呢 还有这个Stream 字符串类型 还有呢 Undefined 然后直接复制过来了 一共就五个类型 我先逐步讲解一下 比如现在我握了一个A A里面我要放数据 这数据呢 有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 是咱们最普遍的 叫数字类型 一啊 这也叫数字 二啊 这也叫一种数字 对吧 这种数据叫数字 然后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负的一大堆 对吧 然后可以说 负的一二三啊 什么点二 什么的都行 听我说都可以 而且我解释一下 可能是有些东西 学过什么C语言 学过什么点Java 你可能了解一点 我们JavaScript是一种 叫动态语言的东西 什么叫动态语言 动态语言和静态语言 是两大类 动态语言 基本上全是解释性语言 解释性语言 基本上全是脚本语言 这都是配套的 反正咱们这类语言 解释性语言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的这种关键字 声明变量的关键字 只有一个 word 我们不需要像其他语言一样 int啊 float啊 char啊 stream啊 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们只有一个 为什么 因为解释性语言 叫解释一行 执行一行 我到这的时候 限解释 限执行 不用通篇编译 明白是吧 你要不懂就记住就行了 我们只有word 没有那些其他东西 是不是好记了 对吧 好记多了 而且我们数字的类型 天生就是浮点型 不是整形 之前有个东西叫 integer 怎么写来的 应该是这样 integer integer是整形 其他语言的这个数字类型 都是整形 我们是浮点型 换句话说 浮点型就是咱们正常人用的 这个东西 带小数点的 就是咱们是再正常 再正常不过的语言了 弄弄弄的吧 再正常不过的了 浮点型 b等于123 什么的 这也叫数字吧 反正这叫数字 第一种类型叫数字类型 第二种类型 我们先讲字符串 类型 字符串类型比较好理解 这种数据的类型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在计算机里面 我们需要用咱们人类的一些语言 来描述一些东西 或者说想把我们的一些 汉语 英语 放到里面去 怎么办呢 一般情况下我们要输入一些汉字或者英文字符 对吧 你要直接输入的话 比如说输入im什么什么的 不好使 直接输入什么什么的不好使 如果你想写入我们自己的类型的话 进行一些描述性的东西的话 我们就必须得用这种字符串的形式 字符串的形式呢 是一对双引号或者单引号都行 双引号中间添的东西 我们就管的叫做字符串 比如说我写的ABC 这个就叫做字符串 ABC 明白意思吧 这叫字符串ABC 它也是一种数据 这个数据展示出来什么样子 你写成啥 它就展示成什么样的 明白意思吧 比如说写诚哥 这种写我了 是你们邓哥对吧 很客人赞美一下 保存刷新 就变成这样了 对吧 就不管你往里面写什么 不管你在双引号里面写啥 你写的东西都叫做字符串 都叫做字符串 比如说我写成123 这是数字类型还是字符串类型 我们叫字符串123 明白意思吧 叫字符串123 不叫数字123 OK 这是字符串类型 没问题吧 这到底说怎么用 有什么用法 以后大家慢慢了解 别着急 第三个类型 第三个大类型 我们管叫布尔类型 就是一个booling 第三大类型 我们管叫布尔 叫booling 这个布尔 知道布尔真是很了不起吗 我来讲点小历史 你知道咱们计算机是怎么诞生的吗 基于什么诞生的 基于一个数字 零诞生的 知道吧 计算机是基于一个数字 零诞生的 知道数字谁发明的吗 阿拉伯人发明的 我给你们讲过吗 数字是阿拉伯人发明的 叫阿拉伯数字 对吧 但它不是最早的数字 其实阿拉伯数字是印度人发明的 在九世纪的时候 阿拉伯人把印度人给灭了 灭了一次 他们经历了好几轮灭族 灭了完之后 阿拉伯人进去一看 说你们这国家很强大 对吧 你们居然有数字 123456789 挺厉害的 这种方法表达起来很简单 就把他这套数字引入进来了 但为啥没叫印度 印度数字叫阿拉伯数字呢 印度原来吧 他聪明但也傻 他有数字之后 他不懂加减法 阿拉伯人给他加上了个加减乘除 什么的这些东西 加完之后 拼成一套系统 叫阿拉伯数字系统 并且流传开来 风靡欧洲 最后又流传到亚洲 明白了是吧 这叫阿拉伯数字 那个时候吧 其实我跟你讲 发明123456789的人 都不了不起 发明0的人最厉害 你想想这个0这个数字 在生活中有意义吗 你拿0表示过啥呀 有10咱可以理解 有20可以理解 0你能干嘛呀 但是不管他干嘛 他就是发明了对吧 有了0之后 我们计算机诞生了 计算机的基础 就是0101101 看那天咱们大学里面 发一个图了吧 我不知道您看不看到 他是谁呀 说法很自然 不管应该是他的东西 有了0这个东西 那天我看一个图 特别逗 叫真正的大神使用的键盘 上面就 上面就撒个键 撒键子 一个0 一个1 上面一个蛋 蛋就做完一个蛋 你知道吧 一个0 一个1 01其实就能编码 计算机基本的语言 机械码就是01组成的 8位 8位的0101101 组成了一个字母 8位0101 组成一个字母 然后把这个字母 穿起来之后 变成了咱们成语言 明白有意思吧 是这么来的 有了0 有了1之后 但是说为什么 0和1配合 形成这个东西 源自于一个人 叫布尔 布尔这个人 发明了逻辑 他的逻辑 发明逻辑很简单 发明了两个对立逻辑 一个是处 一个是false 要么是对的 要么是错的 然后把这个逻辑 进行了一个隐身 把处当成了1 把false当成了0 把真和假 变成了0和1 对吧 然后形成了一个 计算机的一个基础源 到底这个过程 怎么来的 那是一个很长历史 你可以去读一读 反正有了布尔 才有了计算机的金钱 所以后来我们 为了纪念它 也为了使用方便 我们把一类值 就定义为布尔的值 就叫布尔类型的 这类值里面就两 问题 数字里面有多少个值 无数个吧 你是不是咋写咋有理 对吧 字符块里面有多少个值 也是无数个吧 是不是更咋写咋有理 对吧 你还可以写的无限长呢 布尔里面就两 一个是true 一个叫false 表示逻辑的词 要么对的 要么错的 对吧 表示逻辑的词 要么对 要么错 当然了 咱们平时生活中 不能像计算机这么轴 生活中很少 很少有一些事 是绝对对的 是绝对的错的 对吧 如果你认为 如果你认为一件事 它是绝对的对的 只能证明你还小 就证明你还小 行了 这是这两个值 这两个值输出出来 咱看看什么效果 false呢 它就是false 处呢 它就是处 以后这个布尔值 会大有用途的 先记住 它会大有用途的 然后紧接着第三个值 叫andefine andefine的 andefine的是一个类型 这个类型下面 就它一个值 和它长一模一样 就一个andefine的 这是一个类型 打出来是这个样子 这个andefine的什么意思呢 听我说 define知道什么意思吗 define叫定义的意思 andefine的呢 叫没有定义的 没有定义的 它表示 其实它这个值吧 正常来说 我们用的比较少 一般情况下 我们声明的一个变量 没往里复值 如果你想打印出 这个变量里面 带的东西的话 它就会告诉你 哥们 你还没给我定义呢 就变成andefine的了 懂得意思吗 所以andefine的 一般代表一种 你还没给我复值呢 这是程序 自己就有的一个值 能懂得意思吗 一个变量 经过声明 没复值 它就是andefine的 就是andefine的 但这个值 也可以用 给我们提供一些 不时之需 比如说你就想 让一个值变成这样 就复andefine的 然后最后一个值 是nan 这个nan值呢 表示一种站位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段时间 去图书馆 去特别疯狂 但是去图书馆 目的是很单纯的 跟你们都一样 你们可能现在去图书馆 去咖啡店 一个男男同学 假包 道听途说 听说一些小道消息 去咖啡店 找一个小角落 阳光明媚的 书都拿到了 那块一摆 那块关注 有个美女 我们很单纯 那时候我们学习去了 然后那时候 我们快讲完了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图书馆开门 开门比较晚 6点45开门 但那个时候呢 图书馆的位置 比较紧缺 紧缺到什么程度呢 你必须站坐 一开始 6点半的时候 开始排起长队了 每个人 一个小水壶 然后在那边排队 排队的时候 后面一背个小包 背点小书 现在我像在黑大图书馆里面 现在又有电子刷卡的信用 原来没有 原来什么程度呢 叫强盗式系统 排队 排完队之后 哗哗一帮人就往里冲 冲完之后 看谁卸书包的速度最快 卸完书包之后 拿着这四本书 四个位置 呱呱呱 往那块一拍 然后人转身走了 对吧 那四本书的位置 就是你的了 就是你的了 就是站坐了 所以那个书 就是为什么 为人站坐的吧 是站位置的 这个难值也是一样的 这个难值 它虽然说是个值 但它没有什么根本的意义 它是代表空 知道吧 但是呢 它就是为了站位置的 这个具体站位置有啥用啊 你别着急 以后再说啊 以后比如说咱写一个方法 有的时候这个方法 等于把这个方法 附到一个变量里面去 忽然有一天 大家觉得 这个变量里面 不应该装这个方法了 怎么把这个方法删掉呢 不好意思 删不掉 能覆盖它 拿什么覆盖都不太合适 拿一二三覆盖 没理由 拿什么其他覆盖 就是说出来不好听 我们就拿空值来覆盖 能够是吧 拿难值来覆盖的 代替它一个位置 告诉你这个空间里面 我不想要原来的东西了 我想把你弄没 那我拿一个东西覆盖你吧 我拿一个特定的人来覆盖你吧 不太好 我就拿空值来覆盖你 以便于后续来利用 能够是吧 这回事 难的值 它解释起来不是很好解释 但确实有这个东西啊 刷新一下 它就变难了啊 这样 这是五个值 OK 然后啊 还有一些引用值啊 引用值 咱今天没法讲 我先给大家渗透渗透啊 引用值里面有数组类型的 有对象类型的 有function类型的 方法类型的 还有等等等 还有很多类型的 什么data呀 正德比达事啊 等等一系列啊 很多引用值 引用值呢 每一个引用值的类型 我们基本上讲解起来 都需要一节课 它很多东西啊 你对象类型的 数组类型的 函数类型 data呀 正德比达事 都需要一节课啊 很多 很复杂 我先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比如一个数组吧 先跟大家开个头啊 了解了解 你不需要懂太多 比如说我定一个数组 叫array 数组的样子呢 长成这个样子 是一个方括号 为啥它叫数组呢 它是 比如说正常的 咱们的变量 是不是一个框 它是一排框 或者说它是一个大框 里面有小格 知道吧 每一个格里面 都可以放一个变量 就像一个这个样子一样 里面放1234 你再放个什么force啊 再放个什么 这个这个 字符串abc啊 都可以 这么多个数据 都能放到数组里面去啊 它就是一个数组 明白为止吧 就是一个数组啊 就一排一排 可以往里放 现在不了解 没关系 咱们有一堂课 专门讲的啊 专门讲的 这叫引用值 咱们说上面叫原始值 下面的引用值 是为啥区分出 这两种值呢 因为这两种值 负值的情况 不太一样 很好啊 同学们 负值的情况 不太一样啊 首先呢 我看一下这个 咱们看一下这个 比如说 word一个a等于值 这叫原始值 还是引用值 原始值吧 就是我们javascript 值这个变量 到底是什么类型的 取决于谁 取决于前面这个word吗 还是取决于后面这个值 由值决定类型吗 咱们和其他语言不一样啊 其他语言是由类型决定值 它要是int一个a 你必须整 你必须填整形 你填个小数的不行 等等 是吧 他说岔一个东西 你必须填一个字符 script 必须填字符串 这是他们的 咱们避免了这个麻烦 一个word你随便写 所以说咱们的值类型 由值决定 明白吗 是吧 由值决定 那你说可不可以这样 这个值原来是数字的 现在我让它变成字符串的 行不行 完全没问题啊 在javascript里面都可以 因为它是动态语言 它叫解释一行 执行一行 动态解释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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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超前了 太超前了 来了就发言超过钱的问题 挺好 已经表现出你的积极性了 将功不过了 行 别往心里去 别着急 一会儿讲这个 行了 然后呢 我再来一个word一个b 听我说 我word一个b等于a 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我是相当于把a的值拿出来 放到b里面去 有没有意思吧 放到b里面去 然后现在 我把a的值变成了20 请问 b的值现在是什么 10还20 同意20举个手 我说说 勇敢点 我整个我觉得就是20 没准就对了呢 对吧 有20是吧 你这是属于举手吗 这 同意20对吧 同意10 剩一头同意10对吧 OK 10还是20呢 10哈 但是勇气可佳 勇气可佳 这个为啥是10 先不管 为啥是10先不管 再看原始值 这是个数组 里面是个1 好吧 然后现在呢 我定一个新的数组 array1 等于这个数组 OK吧 然后现在看好 我让这个数组 第一个数组 push一个东西进去 或者 行 我push一个东西吧 这数组点 push方法 就是在这个数组里面 添个数 添个东西 我push一个2进去 然后 push完之后 我是不是改了第一个数组 我先给大家看看 第一个数组改完之后什么样 改完之后 它数变成12了 对吧 那么请问改完了第一个之后 我第二个改没改 第二个改没改 改了吗 改了 有时候没改 对吧 看一看 刷新 刷新 改没改 也改了吧 是不是也改了 这个和原始值的方式不一样吧 原始值是我把一个值放到另一个值里面去 我改了第一个值 第二个值不变 对吧 引用值是把第一个值放到第二个值里面去 改了第一个值 第二个值也变了 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别着急 我给你好好讲一讲 这回咱们讲一下原始值和引用值到底为啥分开讲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 你不明白也行 我要讲这个东西 我们的原始值也好 引用值也好 是不是要往计算机里面存的 对吧 要存到那里面去吧 但是计算机对他们有偏见 原始值存的地方和引用值存的地方不一样 存到了俩地方 我们的两个地方呢 一个叫 stack 叫什么 另一个叫heap 写错了 写什么呢 写什么呢 stick 一个叫stack 一个叫heap 它叫啥 它叫站 另一个呢 堆和站 没关系 不懂没关系 我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站 首先听我一个问题 听我说 我们的原始值是存在站里面的 我们的引用值 大致上可以说是存在堆里面的 先不用管那个大致 咱先看这个站内存是怎么回事 原始值都是放到站里面的 站里面有一个规则 叫first thing last thought 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站内存是不是用来放原始值 站内存好比啥呢 好比你们邓哥 我用你们邓哥这教训 用得得心顺手的 得心顺手的 你们邓哥呢 是处女座 知道吧 绝分上的处女男 知道吧 网上朝黑朝的褪裂 那种有个段子 那天我笑了一下午 说国家计划生育法律规定 第一台如果生的处女座的话 可以无条件生第二台 第一台男孩处女座 可以无条件生第二台 你们看过这个吗 看过这段子吗 对不对 逗就可以处女座的 处女男有几个特点 但人还挺好的 就是细致 然后呢 磨蹭你知道吧 强迫症 磨蹭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 强迫症 然后是精神分裂什么的 老了之后都会犯发的 这种东西啊 然后你们邓哥出门之前吧 特别讲究 他每天都穿西裤 你知道吧 西装隔离 那啥 你知道懂吗 衣冠那啥对吧 然后穿这个西裤 穿西裤 他有个特点 就是他吧 你平时关注关注 他绝对不会往两个兜里面 同时揣东西的 他有个特点 就是往一个兜里面揣东西 揣满了 再揣到另一个兜里面 然后他出门还比较讲究 讲究人揣东西比较多 出门的时候呢 先把这个钱包放到这个裤兜里面 然后呢 再放钥匙 然后为了防止口渴 放了一小瓶水 然后再什么鞋拔子啊 再放点什么纸啊 面筋纸啊 湿巾啊 卫生啊 这就是 都往里放啊 什么东西都往里放 放完之后 哎 收拾完了 放完胡子对吧 然后咣当把门关上了 就出去了 出去了完之后 反应过来一个事 没穿上衣对吧 后来是不对啊 没穿上衣得回家取 对吧 取完之后 他是给拿钥匙啊 拿完钥匙之后 就先把什么 什么什么各种金啊 拿出去对吧 然后就把鞋靶子拿出去 再把水瓶都拿出去 然后才能拿出钥匙来 光当开门再进去啊 这是一个裤兜装东西的一个环节 你听好了 裤兜装东西的环节 永远是先进去那个玩意儿 最后出来对吧 这就是站的一个结构啊 站就和裤兜一样 它的一个规格叫 first in last out first in last out 就是先进去的东西 永远最后出来 它就是一个 有底儿 没有顶的一个箱子 有底儿没顶的 和裤兜一样嘛 先进去的东西 最后出来 这就是站结构啊 我们原始值 如何往站里面放东西的呢 还好 比如说我现在握了一个A等于10 然后在这个图里面啊 这是一个站内存 挺好啊 看好啊 同学们 这个站内存 我把虚号可掉过来了 虚号掉过来 你看 是不是1001在下面呢 1011在上面的吧 也说上面是顶 我把这个箱子倒过来了 给它好看的东西是吧 所以最先放东西 是应该放到站底 这是它表示站底吧 我把它虚号倒过来了 应该倒着写的 但是我先倒着写 是不是看起来不方便 对吧 倒着写的 所以如果我们想往这个站内存 里面放东西的话 先放底儿 先可底儿放 比如现在 我握了一个A等于10 是不是先申请了一个房间 是A 对吧 咱哪申请 系统说 跟系统说 给我个房间 系统说 好 站点拿去吧 对吧 这个房间给你了 1011 你把它变成A了 对吧 A里面是不是放直了 放的是啥 放的是十吧 是不是放的是十 对吧 然后这个变量就完事了 然后紧接着 咱们再申请一个房间 握一个B 跟系统说 我要握一个B 比如说 好给你 是不是 打底儿来 对吧 这是它底儿吧 这块给你了 给了之后放啥呢 把A的值放进去 挺好 放A的值的时候 有讲究了 放A的值的时候 是A先取出来它的十 然后听我说 拷贝一份 叫copy一份 放到B里面去 也就是这个十和那个十 那是两回事 复本 明白我意思吧 那是俩十复本 然后紧接着 你不管是改了A的值 还是改了B的值 你跟另一个都没关系 你改这的值 它就变成20 是不是另一个 它都不变 明白我意思吧 就是站内存和站内存之间的 复值是 站内存和站内存之间的 复值是拷贝 知道吧 是拷贝的关系 拷贝 就把一个站里面的东西 放到另一个站里面的东西 是拷贝 那东西是吧 拷贝 所以它们之间是互相不影响的 反过来 我们拿堆内存里面放东西 就是说堆内存 咱先不用管 堆内存就好比一个 储物格子 你们见过吧 一大片墙储物格子 你怎么放里 就可以怎么拿出来 没有按顺序来那套 散列结构 怎么放可以怎么拿 就先这么理解 然后我们堆内存里面 放的是这个引用值 我先写一个 比如说现在我握一个AR 等于一个数组 12 这个数组怎么放到堆内存里面去 太好 把这块还原了 这块是1011 这块是1010 我诚哥 好 这个放到堆内存里面 是不是打这开始放 是不是直接打堆 这块开始放 听我说 不是 慢慢来 首先 他是不是先申请一个方间 叫WAR AR 对吧 申请方间 这方间在哪 依然在这 WAR AR 然后光到后面 值一看的时候 一看 系统说 这是引用值 说引用值 挺好 我给你特殊处理一下 把你这引用值 放到了这里 12 这个堆 我是正着写的 123 对吧 12放到这 虽然说书组里面 这么放不太科学 应该是 就是头尾相连的 找到这个头就可以了 但是那以后再说 你就先理解 这么放 行吧 先理解这么放 散列结构 其实不应该这么放 先理解 就是把这个堆内存 里面的东西放到这了 那这个名和他之间 有什么联系呢 我们会往站内存里面 放上堆内存的地址 我这块写一个 HIP1001 这样的话 他俩之间 是不是连出一条线了 对吧 谢谢 这样的话连出一条线了吧 这个站内存里面 放的是堆内存里面的地址 为了方便找到 堆内存里面的内容 明白我意思吧 实际它的存放 结构是这么来存放的 站内存里面放不放东西 放东西 存的是地址吧 于是乎我们发生了一个操作 叫Ware一个AR1 咋着 这块叫AR1吧 里面放啥值 一会儿来说 里面放的值叫AR1 你看又是引用值 好办 怎么办 是不是把AR的内容 放到他身上去 考到他身上吧 考的是谁 依照刚才的规律 你不要考值吗 好 我考给你 是放这的 那也就是说 这条线 他这条线指向的房间 是不是还是这 是不是指向一个房间 所以AR说 我房间里面加一个三 然后AR1访问自己 房间里面的东西 是不是也变了 对不对 好比啥意思 你邓哥有一天说 说 说我经常记性不好 钥匙容易丢 配一把放你那吧 然后 配了一把他家的钥匙 放到了我这 对吧 然后比如说你们邓哥有一天 把这个王小宝 把邓小宝 接回了家 对吧 把这个邓小宝 他儿子对吧 他说叫邓小宝 也可以叫王小宝 都行 反正都是儿子 这个接回了家 然后放到家里了 然后后来我拿着他家的钥匙 找到的是不是他家 也找到他家 光当把门开开之后 把邓小宝接走 对吧 把邓小宝接走 接走之后我就走了 然后你们邓哥再回这个家的时候 一看家里还有这人了吗 是不是没了 因为啥 因为我俩操作的都是一个房间 是不是这俩钥匙 指向的房间都是一个 能弄意思吧 这俩钥匙 指向的房间都是一个 这就是引用值 拷贝过去的 引用值 拷贝给引用值 拷贝过去的是啥 是地址 明白意思吧 是地址 这是引用值之间的互相拷贝 所以把它拷过来之后 你AR里面再改东西 加一个3进去 那不好意思 AR1是不是也变了 对吧 是不是也变了 OK 那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这样等于12 然后我这样等于AR 然后我AR等于一个13 我问你AR1是啥 考考你们 AR1是啥 看是12 这块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知道这块肯定大家不懂 听我说 我刚才改的手法 是通过调用方法 往这里面插入东西 现在改的手法 现在改的手法是 这叫啥 这叫一个新的房间 现在是这样的 按照刚才原来的顺序 我先申请了一个AR等于12 是放到这了 然后把AR把它放到这 他俩是不是指向同一个房间 现在我AR等于一个新的房间 这是引用值啊 朋友们 这是引用值 等于一个13 13怎么办呢 他不是说会在这块开了一个13 知道吗 他会在另一个地方 他会在另一块重新申请一个房间 叫做13 让他指向这个新的房间 让他指向这个新的房间 明白吗 是这回事 让他指向新的房间 所以这个样 是不是他还原来指的原来那个 对吧 是让他指向一个新的房间 引用值和原始值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能懂我对吧 引用值和原始值的方式都不一样 这块回去好好理解理解 好好记一记理解理解 而且这一块 我给大家区分一下 说点懵 就肯定有一部分 有一点点懵 对吧 你刚才这个原始值这一块 你这个原始值这块 比如说一个number等于100 这块叫number1 等于number 然后你number等于200了 那个number1是不是不跟你混了 对吧 对吧 就是这样 咱重来一下 我给你们重新捋一下 这个引用值原始值这块 与咱们这个同学基础不一样 不太一样 我讲的细点 我再讲的再深一点 我再深一点 引用值和原始值 它俩唯一的不同是负值形式的不同 明白我意思吗 它俩唯一的不同是负值形式的不同 原始值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现在 咱先不扯 咱不扯这个了 word一个num等于100 然后呢 num等于200 刚开始我给大家写了一个很不标准的方法 叫在占底起一个num 它呢 等于 在占底这块等于100 对吧 然后如果给它想改成200呢 咱是不是在它空间上直接改了 对吧 对吧 是不是刚才这么写了 对吧 刚才就是说 只是为了讲课效果更加的清晰一些 其实真正内部的一个原理 但这块我本来想后期讲 其实真正内部原理是这样的 原始值有个特点 叫不可改变的原始值 就是说原始值有个特点 叫不可改变的原始值 哪里不可以改变呢 就是一个方间里面 你已经放进去值了 你就别想再往里面改东西 这是不可能的 这里面想给它改成200 不现实 除非你整个内存满了 你重新覆盖的时候才行 不可能 那如果我想给这个nam里面放上200 怎么办呢 系统会在另一个房间里面 写个200的值 把这个房间的编号放到这 然后把它回归成1011 变成野房间 明白有意思吧 系统会这样让它变成200的 懂有意思吧 会这样玩的 所以说刚才咱们的过程 实际再模拟一遍 握一个nam的100 然后握一个nam1 等于nam 然后nam等于200 一开始的过程 握一个nam的100 是不是在这块申请一个nam的房间 它叫nam100对吧 然后这块叫nam1对吧 number1 然后呢等于nam 是不是等于100 把它复制过来 对吧 然后紧接着让nam等于200了 200是在它记录上改200吗 是在新的房间里面 是不是加个200 然后让新的房间叫nam了 原来那个房间 白白吧 对吧 原来那个房间白白了 对吧 数据这里面的值 你是别想改变的 进去了就永远都改变不了了 懂我意思吧 其实说永远有点说大了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底层一个原理 就是咱们你知道 咱们一些照相机啊 硬盘设备啊 录音机MP3啊 你知道这些东西 比如说 比如说有些人哈 有些特殊需求 像陈老师那样对吧 有些特殊的爱好哈 拍了照片 拍照片之后呢 后来自作聪明 犯了一次事之后 又拍照片 对吧 后来自作聪明 我删了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光当删掉了 跟你讲 删掉了就等于真的删了吗 不对 内存里面的东西 你删掉的是什么 你知道它删掉的是什么吗 比如说这块叫nam对吧 你删掉了 只是把这个nam 和这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给减断了 让它变成1011 1010了 就是让这个框 无从找到了 因为它没有变量名了 知道吧 框里面的东西呢 还都存在 那框里面说 那删东西是删不掉吗 你只是把他前面 那个标号擦掉了 永远删不掉吗 也能删 我跟你说怎么删啊 之前老邓友有一次 办了一件非常搞笑的事 他那个手机里面吧 装了一段 这个我们跟别人 谈生意的时候 一个录音 那个东西吧 有一次资料 我们就记不住 脑子记不住 那时候也没笔 就录下来 说完之后录下来了 说一个项目 录完之后吧 他那个手机那天进水了 知道吧 进水之后就打不开了 但肯定那存还是好使的 然后后来说 哇 我们说 哎呀完了 说这怎么办呢 然后后来 不是是这样的 进水之后吧 修了一下 修了一下之后 不知道怎么着 他把之前的东西吧 就清除了还是删除了 怎么着 后来说完了 说那东西没了 说删了怎么办 我说你别着急 我说赶紧把你的电话卡 拔出来 电视拔掉 千万别让他进短信什么的 我把那个卡给我 然后我们缴了一家修复公司 就把那个数据给取出来了 就跟你讲 都能取的 扔到外面之后 虽然说你就删了清空了 格式化了 不好使 只要他的那层格里面 有这样的东西 就有一些专门的设备 能把他原来那个名字 雕号指针 全给还原回来 把你的数据抽取出来 因为你的数据原来本本 存到那儿了 删数据 不是说把那数据扯碎了 砸烂了 知道吧 揉成团 扔到垃圾桶里面 裁凉鸟 不是那样的 就把前面名给你擦掉了 你数据还摆到里面去 你当初怎么拍照片 那么拍这么拍照片 还在 所以千万别 千万别泄露这种能还原的 怎么去删掉 当你系统里面的东西内存 全部 你知道系统里面内存是什么样 一开始在新建脑的时候 它会往下 就是从一开始的一个内存的出持点 一直往下存 存到最后一个数据结构 存到最后一个数据结构的时候 系统会提醒你 没有内存了 知道吧 没有内存了 这个时候 你把整个电脑里面的内存清除掉之后 把它标号抹出之后 你再往里存东西 是不是能存 系统会提醒你 里面还有160G空的 其实不是空的 里面还有东西对吧 但是你把它机械抹除了之后 你再往里存东西 它就开始二轮覆盖了 就是在第一次没有覆盖完的时候 它只会在空的空间里面去放东西 空的空间 空间里面放完东西之后 再想放 它就让你抹除之前那些指针 抹除指针之后 再抹除那个指针的房间里面 去覆盖东西 那个时候才真正删东西 你知道吗 叫二次覆盖 就是说你真想删一个东西 你拼命往里存 再闪再存 再闪再存 肯定没了 原来东西肯定没了 否则的话就是有的 就是这个原理 就是这个原理 这操作系统知识 然后看这个堆的 堆的账 我来了一个AR等于12 然后来AR1等于AR 删掉这东西 删掉 删掉 1010 1009 保存刷新 现在一个堆AR是不是名起到这 对吧 值是不是放到这 1和2 对吧 因为有值嘛 在那头负一个空间 现在我要把AR里面东西放到AR1里面 复制的是谁 复制的是站里面的 1001对吧 是不是复制的是站里面的这个 内容对吧 复制到这 所以他俩指向同一个房间吧 对吧 是不是他俩指向同一个房间 拿那个线出来 他俩指向同一个房间 保存 再来一个 指向同一个房间 然而刚才我们给大家解释了一个方法 在数组上面有一个方法 叫点Push方法 点Push方法 Push一个3 就是在原数组里面 给我扔进去一个3 换句话说 就是在这 是不是扔进去一个3 对吧 在这个方间里面扔进去一个3 那你这块改了之后 肯定这俩指向 这俩指向同一个房间 你改一个 是不是另一个就变 对吧 这种方法是他俩 一个改完之后 另一个跟着变的 能懂意思吧 因为他俩指向的是同一个方间 此时此刻 懂意思吧 但是刚才我又做了一步操作 我没Push 我让AR 先把那3去了 我是让AR等于一个数组1和3 等于一个新的东西了 新的东西 咱是不是应该在这块 起一个新的房间 去往里面放东西啊 对吧 然后你是不是也让人家 指向这啊 AR是不是指向那了 对吧 对不对 对吧 然后这个AR里面东西 是不是得换一下 叫1002了 对吧 所以他俩是不是没联系了 你指你的房间 我指我的房间 对劲吧 对不对 没问题吧 这回 都没问题 好 好了 1010 好还原回去 OK 没问题 没问题 咱接着往下讲 讲一些咱们的基本的一个语法 基本的语法基本上三条 第一条呢 是每一个语句后面都得加一个东西 分号 作为这个语句的结束符 比如这样 我握一个A等于10 握一个B等于20 你都会看到我的格式写了 说每一句后面都有一个分号 这个分号干嘛 告诉这个 告诉这个程序 我这一行完事了 你可以执行了 明白是吧 我这个分号不写行不行呢 分号不写吧 有的时候也行 但那个分号写上之后 你不写系统会给你加的 但分号写上之后 有什么好处呢 你知道系统识别 咱们一行奈马 是一行怎么识别的吗 他可不是咱们视觉着看啊 诚哥这是一行 这另一行 他不会看的 他看的就是你的分号 他认为一个分号就是一句 一个分号就是一句 他是这么来解释一行 看分号 然后咱们美国有一个 程序设计大赛 叫程序艺术设计大赛 还是什么设计大赛 我忘了哈 就是给你个命题 这个命题很简单 让你把程序啊 让你拿程序给他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 不是比大家谁写的效率高 你高不高都无所谓 首先能执行这个程序 在执行的基础上 让你把它绘制成一个 非常好看的一个图形 一眼睛了哈 就是把一个程序啊 就是无论你怎么串行 加几个空格 怎么知道 给他弄成一个特别好看 一个图形 最后比谁做了一个图形 好看 有的人做了一个大胡锦 有的人做了 我觉得最恐怖的 有人做了一个蒙娜丽莎吧 一个数字版的蒙娜丽莎 给做出来了 特别帅啊 就拿程序 就是利用程序的一些 就是小的通融性啊 比如说这个 你空格你写出100个出来 都没问题 就是这块拉伸点 那块缩紧点 只要有分号就可以 知道吧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如果你想那么做的话 你就必须把分号加上吧 这种程序才知道啊 你这是一行 那是一行 能够意思吧 这么买做了 每行行结束后面加分号 但是也有特殊的哈 有一些不用加 这些具体哪些不用加 我先给你写出来哈 你怕你记住 但是以后呢 你看我编代码的时候 你就能看出来哪块不用加 函数后面不需要加哈 放循环后面不需要加 衣服后面不需要加 你就看我上课代码这个习惯 你慢慢就会理解了 我写的代码绝对是严格符合要求的 严格符合要求的 因为我们都是在公司里面 经过这个严格的一个历练的 包括你看 而且我刚才讲讲些规则 我看下面写不写 写了哈 我就插了顺序写了哈 我现在这样 握一个A等于 1 在等号的后面 在等号的两边 要一个空格的距离 这是公司的书写规范 书写规范也叫开发规范啊 开发规范并不能影响 你代码的执行效率与否 但是它能影响你 后续程序维护的效率与否 能懂是吧 有的写代码非常随意哈 一看来这人性格非常随性 这么写 这好看吗 你这写一排对吧 本来那条心情就不好 没把电脑砸了对吧 所以啊 整洁点啊 整洁点 这样对吧 一个等号 任何符号的两侧 都要有两个空格 啊一个 两侧一边一个 这是两个 比如加号也是 比如说你写一个 握一个a等于1加上2 这么来写 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 和这个分号 不用加空格 连到一起 啊 连到一起 好了 就是 在我编程的时候 慢慢看我的一个书写规范啊 慢慢改说改说行了 咱这东西不能太细致 全讲一遍 没那个必要啊 然后第二条呢 是gs语法错误会引发 后续代码中止 但不会影响其他代码块 首先 错误 我给大家错误啊 分成两种 分成两种 第一种呢 叫做低级错误 换句话说 叫语法解析错误 第二种呢 我给它起名叫逻辑错误 叫标准错误啊 情有可原 对吧 加个情有可原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我写一大堆代码 我定一个a等于10 然后呢 我打印出这个a 我打印出这个a 然后定一个b等于20 我打印出这个b 保存刷新 这是a和b对吧 就打印出来了 这个时候吧 给大家稍微看着一个小东西 叫控制台 咱看过吧 右键能出来一个叫控制台 对吧 之前咱们看的控制台 都是elements里面的一些东西 对吧 现在咱们javascript里面 需要用的一个控制台 不光只有elements了 需要一个东西叫 console console叫做控制台的意思 这里面 具体干嘛的 下几堂课 讲到高级的部分 我再慢慢跟你讲 现在跟你讲 你也理解不了 反正它里面老方便了 你要想查看一个边上 直接n a就能出来 查看b直接n b就能出来 用不到道科能转的 控制台 它能调试咱们ts一系列的东西 但是报错 它也会在这里面 呈现错误信息 后面同学 又趴着呢 发烧了 没事吧 实在难受的话 实在难受的话 先回去吧 就别挺了 别挺了 那你趴会吧 那你趴会吧 这控制台上面 还会爆出一些错误 如果我们的程序 发生错误之后 它会把错误信息 写到上面 但是唯一的缺陷 就是英文的 然后呢 看好啊 先犯一个低级错误 低级错误就是一点 我们的代码 必须用全英文开发 如果你写上一个中文字符的话 那是大级 这种大级就好比 现在我 比如说我写了一个 我写了一个冒号 我看到了吧 我们解释性语言 什么意思 读一行执行一行 读一行执行一行 对吧 这是解释性语言 但是有个前提 在进行解释执行之前 它会通篇扫描一遍 看你大体的语法 有没有低级错误 不是说执行 也不是编译 大体扫一眼 求你这玩意 写的有没有错 对吧 如果大体扫的时候 出现了错误 程序一行都不会执行 明白意思吧 还没到解释执行的部分 就会终止 这种低级错误 就在扫描的时候 就能被扫出来 你保存刷新 看到吗 啥都没执行了吧 是不是这块是报错了 他告诉你 叫什么 怎么说 跨的是什么呢 过去分词 catch吧 没有抓住的一个错误 叫sign tax error 愈发解析错误 不被希望的 不在情侣境内的 不被希望的一个东西 换句话说 就是你报错了 这个错误信息 告诉你提示行 Lesson 5.1.19行 是不是在这 还挺精准的 是不是19行 对吧 然后你看这块 哪块的错误了 这种东西就叫一个错误 对吧 这叫低级的语法错误 语法错误一发生 一行都不会执行 一行都不会执行 所以这种东西 你要发生 sign tax error的话 基本上语法错误 然后还有一些错误 是逻辑错误 有什么叫逻辑错误呢 我直接打印B B定义了吗 B都没定义吧 一个变量 未经声明 你就使用的话 是报错的 但这种错误 不算那种低级错误 属于逻辑错误 挺有可原的 能懂你是吧 保存刷新 这样的话 第一面扫描 啥都没扫着来 觉得没问题 因为第一面扫描 它不会分析逻辑 第二边的执行的时候 解释第一行 执行第一行 解释第二行 执行第二行 都没问题 解释第三行的时候 会发现 B哪去了 它就会报错 能懂你是吧 然后它就不会执行到 第四行代码 第四行代码 这样应该打印出 一个字符20对吧 虽然是没写别的 直接写这个东西也可以 所以它就会执行到 第一行执行 第二行执行 到第三行就会 终止 刷新 是不是到这终止了 它就不会打印出20了吧 比如说把这行注释了 是不是20就能出来 对吧 因为它报错了 所以这会告诉你 叫reference 引用错误 B is not defined 没定义对吧 告诉没定义 然后你定义就完事 这是一个错误 两种错误能理解吧 然后说一下这两种错误的一个危害 第一种错误 肯定一行都实现不了 对吧 第二种错误是到那行以下来是不是实现不了 以上能就行吧 然后两种错误叫gs语法错误会引发后续代码终止 但不会影响其他代码块 什么意思 我们一个htm文件里面可以放多个java script代码块 这是一个块 这是两个块 也就是说可以放两段程序 比如这里面定一个a等于10 这里面 你也可以定一个b等于啥啥啥啥 但是这里面更过分的是你可以直接用这个a 它俩是互相相通的 因为都属于个a下面 能懂意思吧 它俩会自上到下的执行 能懂意思吧 其实可以写一起没啥太大区别 能懂意思吧 但是有没有点区别呢 还真有 这块来个20 这块打印这个20 如果我在这里 我打印了一个c 是不是肯定报错啊 但是上面报错 你错上面的 你跟我下面没关系了 是不是下面还会执行 是不是b依然会打印出来 还会执行吧 就是一个代码块的错误 不会影响到另一个代码块 对吧 但这是是不是一个逻辑错误 如果方程 那种第一错误呢 比如写个冒号 保存刷新 1820还会执行 也就是不管什么错误 都不可能传递到另一块去 用意思吧 只能影响你当前块 有影响当前块 没问题吧 理解吧 OK啊 我看看几点 行了 咱就继续讲吧 好吧 继续讲吧 第一堂课也没什么太多练的东西 把这讲完之后 下课小小休息一会儿啊 首先第一个呢 咱先讲了一个运算操作符 运算操作符就是表示一种数学运算 或者其他很多很多运算 第一个操作符是加号 加号 加号 我想大家并不陌生 有时候握了一个a等于1加上2 不陌生吧 对吧 虽然说看起来有点难度 但是经过一计算稍微一动脑知道是3 对吧 是3 这是一个加号运算符 是不是数学计算的意思 对吧 现在啊 我跟大家讲 这个加号除了有数学运算的功能 在程序里面 它还有第二点功能 非常了不起 比如说我写个字符串a加上字符串b 这个这得啥呀 这能加吗 系统告诉你的答案是能加 保存刷新它的ab 有时候说a加b是不阿斯科码相加 相多了哈 没有 跟阿斯科码没关系哈 还没到阿斯科码那块呢 没关系 字符串a加上一个字符串什么东西 其他东西加号充当的是字符串连接的作用 所以听我说加号就两点作用 第一点作用数学运算 第二点作用 字符串连接 明白吗 第二点作用字符串连接 那现在哈 比如说字符串和数字1相加 得的东西是a1 有一个规则大家记住哈 叫任何东西加上字符串 任何数据类型加上字符串 都等于字符串明白是吧 任何东西加字符串都等于字符串 字符串加字符串的方式就是连接 明白是吧 连接哈 那现在考大家个问题 字符串a加上e 再加上e 得多少 那个高进尧 a11是吧 为啥这么坚定啊 是不是先 运算数据是不是自左相用的 符合数学运算数据啊 完全符合啊 先乘除后加减 括号优先对吧 完全符合数学了 是不是自左相用 是不是他俩先加 他哥俩加完之后 得一个结果是a1对吧 然后他们再加 是不是a11了 对吧 行了 再考大家个问题哈 1加上1加上a 加上1加上1 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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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211是吧 211 都很聪明哈 再来一个 1加上1加上a 加上1加上2 暴存 211 213哈 是吗 是吧 有差不是的 是不是先算括号 先把它变成3 再前两个哥们变成2 对吧 然后一连不就完事了吗 啊 这就是连接哈 字幕号连接 这没问题 嗯 单引号什么意思 两边加引号 对 字符串里面 你不管写什么东西 它都叫字符串 单引号和双引号是一样的 在张出你们单引号 嗯 嗯 怎么把 怎么把字符串 找成阿斯科码 别着急 别着急 我们这种 听说我们这种加减运算 在扎出里面 是不可能把字符串 找完成阿斯科码的 加减运算是不可能的 除非有一个东西 叫做 到那时候再说吧 到那时候再说吧 大一号小一号可以 大一号小一号 一个字符串比 另一个字符串比的是阿斯科码 大于小一比的阿斯科码 这个咱们这个圆 是动态圆 动态圆和静态圆不一样 静态圆一个X他是希望把这个X当做一个阿斯科码来计算的 那是不一样的 咱们有那个东西 就记住字符串是连接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你要写在这里面的话 他就是字符串 破号一加二破号 有东西是吧 这回事啊 OK 这是字符串的一个作用啊 然后紧接着咱们把下面这些特殊符号咱都捋一遍 X看一下都是什么东西啊 第一个叫减号 1-1 这减号的零对吧 看好的零哈 那零减一呢 负一负一是不是打出这个对吧 负一打出这个哈 行了 减号基本上能玩什么就 这个东西叫乘号哈 这个东西叫乘号 嗯 呃 乘号零乘一呢 零对吧 刷新零肯定是零啊 行了 乘号咱也不看了啊 你都懂 这个东西叫除号对吧 除号 听不懂 除号是问号下面的东西叫除号 啊 问号下面的东西叫除号啊 除号 零出于一呢 啊 零出于一的一啊 不零吗 不零吗 对吧 零出于零是万万不能除的 对吧 不能除 他会不会报错呢 他也不会报错 他会告诉你一个值 凡是这种 听不懂 凡是这种应该得出一个数学的值 凡是这种应该得出一个数字类型的值 但是他又没法表示这个值 他都给你换成 就是他知道零出零 不管是啥 反正肯定是数字 对吧 但是我确实得不出数 怎么办呢 他给你反过一个值 叫 NN NN 确实是一个数字类型的值 他的全称叫 not number not a number 明白意思吧 not a number 叫非数 不是数 不是数 但是他是不是数字类型了 确实是数字类型的 一除零呢 老师告诉我们 不能除 对吧 其实这个东西有啥不能除的 你零里面有多少个零 不好表示 对吧 一里面有多少个这东西 如果零能代表一个数字的话 如果零能代表一个概念的话 其实就是无穷 对吧 所以计算机告诉我们的答案 就是如果你一除零的话 他就告诉你叫infinity 无限的 对吧 infinity 无限的 这计算机里面 一是不能除零 对吧 一能除零 负的呢 负一除零呢 负雄呗 多简单的问题 对吧 负雄 负一除零 它不是渣瓦 不是 是这样的 他们这个 infinity这个数 就是吧 infinity这个数 它确实是有 但是我们在进行一个数值交换的时候 是不可能把infinity这个数 当做数值打包给后端的 这是坚决不可能的 这是我们特有的东西 不可能把我们特 就不可能所有的 你看所有前端后端 肯定要连接的 不可能前端后端一套语法吧 那是干脆一个语言了 肯定有一些咱们有 它们没有东西 它们有咱们没有的东西 没有东西是吧 而且正常我们传数据的时候 传的也不是数啊 我们通过传数据 通过阿甲克斯 传的都是二精致的 一个字符串的形式 即使传的话 我们就传这个东西过去 然后他们把这字符串 解析成它要有的东西 能懂没有 就是它那里面 没法表示这个infinity 它可能换一种形式 没有是吧 就是我们对象形式 表示都不一样 它也要换一种形式的 我们传的是 就我们传的是 字符串类型的数据 把我们的数据 可能打包成这样 就是这个name 对应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换成一个字符串的形式 然后往往传 然后他们有一个模板去解析 这模板咱们都写好了 去解析 这么来解析 包括它传给咱们 咱们也看不懂 咱也得经过一套解析 能解析出来 就这样 然后摩尔 摩尔这个东西还挺有意思的 知道什么叫摩尔吗 取鱼对吧 取鱼 比如说五除以二 叫伤二于一对吧 叫伤二于一 所以说A应该结果应该是 应该是一吧 对吧 那五除以三呢 二对吧 五除以一呢 没有说四的 行 OK 这是膜 于几 那 四除以六呢 终于有上当了 四除以六的零 终于有上当了 对吧 我就说这么半天不掉坑里 道着节号可是负值 咱不说了行吧 等号是负值 扩号咱也不用说了 扩到一起优先机最高 好吧 优先机它最弱 它最高 能看清吗 等这个负值最弱 负值最弱 扩号最高 然后呢 中间 咱把这几个运算符讲完之后 看前几点啊 讲运算符 我先说加加 这个就涉及到咱们计算机的一个东西吧 咱慢慢深入 比如说A等于10 我要写A加加 知道什么叫A加加吗 听我说 这么来 A等于 我这么写 看大家 看大家理不理解 比如说我现在定义一个变量 B等于20 A等于B加1 能理解吗 说把B的值拿出来 和这个E相加 再负给A 这块能理解吗 没问题吧 好 那我换一种写法 别的 咱就看这个 它的顺序是什么 它的顺序一定是先执行后面的 再负到墙面去吧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编程一定记住执行顺序 底层很重要 那我A等于A加1呢 它的顺序是什么 可能这种写法看起来挺别扭的 对吧 但咱只要关注顺序的话 它就不是很别扭的 是不是先执行右面呢 叫先取值 对吧 先把你A里面值拿出来 是不是10对吧 10加到1 再负到哪里面去 再负到A里面去 对吧 是不是现在这个A就变成 11了吧 在空中台里面直接打A 刷新 刷新 A就变11了 对吧 它直接能输出 OK 这是一个基本的 这种A加上1在负给自身的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给它简化成A 加加 这是一个符号 A加加就是它的一个简化过程 A加加的意思就是自身加1在负给自身 有没有意思是一种代写 我写两个A加加呢 这是两次的呗 你看看A就变12了 有没有意思吧 加加 简简 和它情况类似 简简是什么 A减1只在负给自身 换句话 简简一次 A就变成9了 再简简一次 就变成8了 没问题吧 可以简简多次的 然后这个加加简简吧 位置还不太固定 可以放前面 可以放后面 放前面啥意思 有同学明白吗 放前面啥意思 放后面啥意思 先加加还是后加加 先简简还是后简简 看好了同学们 这个先后吧 是根据一个语句来说的 比如现在 这是不是一个语句 算一个语句吧 然后这块写A加加 加加放后面 叫先执行语句后加加 意思就是 先document.write write write完了之后 再加加 所以你write 出来的结果是 是10吧 是不是10 是不是先打印吗 然后再加加 然后再变成11吧 然后咱再打印一遍 这个A呢 是不是这回就变成 就变成什么了 变成11了吧 对吧 变成11了吧 如果放前头呢 放前头是先加加 再执行本条语句 能懂意思吧 这是放前放后区别 放前面就第一次打印11 第二次还打印11 对吧 先加加了 这是一个区别 是不是没问题 好的 问题 我一个B 等于 加加A 减1 再加上 A加加 B的多少 然后我再输出 输出B 输出B 输出一个B 加上空格字不串 再输出A 就是输出B和A 为了显示起来方便一点 中间加空格 输出B和A吧 B是啥 接 接 接 这谁呢 首先说抱我抱错了 成开别抱错了 坑我们对吧 抱我抱错 合不合法 我把这个 我把这场注释 保存刷新 抱错了吗 合法对吧 放心吧 来来来来 这是不是叫一个语句 叫复制语句吧 他放前放后了 放前是不是先来他 先来他 他变多少 A变成11了吧 A变11 是不是要减1 减完1之后 要干嘛 加A吧 是不是要加A A是多少 11吧 多少 21吧 是不是输出B应该是21 A呢 12吧 A是不是应该是12 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 对吧 咱看看逻辑问题 咱看一下 加加A是不是先来 他说变成11 11再减1 是不是10 10是不是得加A 这数A不是10了吧 是不是11了 他他已经加完了对吧 然后执行完这条语句之后 A在基础上 是不是来又来个加加 最后变成 12了对吧 A变成12 对 从右往左执行 嗯 对 从加加A开始 从加加A开始执行 是这样的 听我说 我们复值的顺序 复值的顺序 自右向左 计算的顺序 自左向右 然后特殊优先级 特殊处理 先加键 先加键后承除 什么的 先承除后加键 什么的 知道吧 什么叫复值顺序 自右向左呢 是不是把右面的东西 向左复值 当然咱们还可以连续复值 握一个A等于 等于B等于10 还是先把这个东西 复给B 再复给 还可以连续复值 是吧 就这个意思 计算的顺序 符合数学计算顺序 自左向右 明白吗 先计算后扶值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是应该这么算的 对吧 OK 当然了 我给大家反过来看一下 如果你在单位里面 把代码写成这个样子的话 可能说你突方便了 对吧 可能自己高突方便了 我们的单位里面 留传两个传说 两种特别牛逼的人 第一种牛逼的人 写代码写出来 他写的代码 刚来的实习生都能看懂 这是一种牛逼的人 第二种牛逼的人 写完代码 开发了10年的工程师 也未必全能看懂 哪个牛逼 第一个厉害 我不管第二个叫傻逼 公司里面开发代码 依重视效率 但不代表你效率高 你一定写的复杂 写出最简略的代码 大家都能看懂代码 实现效率在最高 才是最优质的代码 能懂我是吧 写完大家都能看懂 好维护 这才叫优质代码 万一你跳槽 你东西别人接不过来 怎么办 大家这么想这个问题 明白吗 而且互联网公司 跳槽率极其高 在百度工作了三年 就算老员工了 你在百度里面 三天没动就算老员工了 知道吗 老厉害了 相当了不起了 你就可以带信 你就可以带信任路了 就这样了 阿里巴巴五年算老员工 阿里巴巴忠诚度比较高 因为跳槽是一个 互联网的一个终身命题 你不跳槽 你薪资飞跃的速度 没有那么快 你想一年拿20%到30%的提升 多低啊 正常来说一年可能涨15% 一年涨15% 你三年 咱不算复利 也就50%多了 有哥们一跳槽 跳是一倍多 工作了一年 业务流程掌握差不多了 非常辛苦 这时候该明白都明白差不多了 一跳槽 在同一个 在同一个业务领域的另一家公司 这时候在腾讯新闻 跳到经济头条去了 也是一个新闻 光荡一跳之后 可能直接身价翻倍 很正常 一跳一个double 太正常了 这个东西 原来 原来去哪网吗 还是应该去哪网 去哪网挖这个美团的员工 玩了一套手法 叫釜底抽筋 你知道吗 去哪网的HR 在美团楼底的星巴克 把星巴克包下来 HR知道吧 人家资源 把美团楼下 美团大厦楼下的星巴克 包下来了 挨个给上面的工程师打电话 下来一趟咱聊聊 下来一趟咱聊聊 但他下来就一个条件 三倍工资 加多少倍的股票 就你来我去哪网 你不要在那里头看了 三倍工资 加多少多少股票 釜底抽筋你知道吧 老狠了 把你核心员工圈挖走 我看你怎么干活 三倍薪资 行吧 加加减减 完事了吧 然后是加等于减等于 什么种等于 我一个A等于10 A 加加 A加加 A加加 等等等 加了十次 我目的是让他 加一个十 是不是负给自身 如果用加加的手法写 是不是太慢了 有没有一种方法 能加一个十 负给自身呢 说乘克 当然有了 你直接写呗 A等于加十 等于自身不行吗 咱们讨论 有没有更简便的写法 确实有一个 你直接可以写 A加等于 十 它的简化写法 它的复杂写法 就是A等于A加十 这是加等于一个用途 加十负给自身 那咱想一下 A加加的化身 是不是A加等于一 对吧 这个A加等于一 它是它的复杂版本 对吧 可以升级 给你加等于十 是可以行 但这个加等于 没那么特殊 什么放前放后 没有 它只能放中间 明白 是吧 加等于 是不是没问题 加等于十 看一下 保存 刷新 A 是不是得二十 对吧 看好 A加等于十 加一 对三 怎么来拆解这个问题 怎么来拆解这个问题 你知道咱们近代啊 咱近世纪人类聪明到什么地方了吗 呃 亚里士多德之前 是没有逻辑内说的 咱们现在人类人类是有各个学科 四百多个学科 八百多个学科 都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 逻辑学有个基础 就是拿结论能推导出 拿一个公式能推导出 另一个结论出来 这是咱们现在人具备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能力 知道吧 你知道之前 中西方思想的一个大分流 在于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 有一位叫泰德斯 泰德斯这人特别厉害啊 他直接导致了西方逻辑更加理性化 而中国的孔子比特曼出生了二三十年 孔家思 就是儒家思想 直接导致了 包括咱们很长时间历史基建 导致咱们中国人 偏更加感性一些的一个想法 能有是吧 大约后来 泰德斯是最早发明几何逻辑学的一个人 哎 这个故事长了去了啊 那时候是由一个地理 地缘优势啊 包括 我们简单讲一下啊 反正今天课也快完事了 你们说没什么事一会儿对吧 我们简单讲一下 拓展点知识啊 吸一吸 这个泰德斯呢 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啊 最早的时候 几何和数学没有联系到一起 泰德斯呢 出生在 他是一个希腊人 那个时候他也算一个 求知的人士吧 像咱们原来这个 这个书生似的 咱们现在的这个高端人士 是不是留学得去美国学一趟习 对吧 或者是澳洲啊 英国啊什么的 那时候也流行留学啊 上面留学呢 俩地方 一个是埃及 一个是新巴比伦 古巴比伦在17世纪的时候 哈姆拉比的书就已经灭了 新巴比伦到六世纪才灭啊 新巴比伦快灭的时候 泰德斯去的两个地方 第一个去的是埃及 去埃及的学习了一个东西 你知道埃及那时候 他 知道四大文明古国吧 四大文明古国 架设在四河流域 埃及那时候叫尼罗河 然后呢 古巴比伦那个地方叫做 两河流域 叫底格里斯河和 又发拉底河 两河流域 中国长江黄河 知道吧 印度是印度河 对吧 这几个地方 孕育的四种文明 然后埃及文明 其实比中国文明要早很多啊 中国上下三千二百年 谁说上下 中国上下三千二百年 不知道吗 怎么来定义 一个国家的一个文明和文字 怎么来定义 一个国家的文明 你必须得有传承 得有记载吧 中国的甲骨文诞生于 周朝的时候 公元前一千两百年 那个时候才刚刚记录 这个文字信息 商朝存不存在 没有记载 知道吧 不知道 那个时候 咱中国的最早的一个文字 可以记录 可以完全表 什么叫完全表意 能说话 能唠嗑的 不只能记住一二三四的 知道吧 是一千两百年才出生的 才有的 世界最早的文字 诞生在这个 叫 嗯 不是写心文字 最早的文字叫苏美尔文字 苏美尔文字 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也是古巴伦的地区 在公元前三千三百年 那个时候这个文字 不能完全表意 也就是能记录一些话 和一些数字 没法唠嗑 知道吧 没法写历史 后来直到公元前 两千五百年的时候 在同样一个地方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古巴伦人发明了一个东西 叫七一性文字 又过了两百五十年 到两千两百五十年的时候 埃及人发明了象形文字 所以这俩国度都比中国早 早一千多年发明文字呢 所以埃及人的时候 文明是非常发达的 他们的时候 架势于在这个尼罗河流域 尼罗河分为两条尼罗河 在那尼罗河上游这个三角洲 天北部地区的时候 清白两条尼罗河 长江黄河不一样 中国长江黄河一发水 大雨去去水了 对吧 为了什么 为了省得咽着老百姓 对吧 我们庄下不能药了 那种尼罗河的一个泛滥 它每年也泛滥 但是它属于那种小水灌溉那种 慢慢溢出来 它没有什么破坏性 而且对庄家特别好 后来大家研究 到底什么时间 这个尼罗河要泛滥呢 研究了很长时间之后 发现规律 每年的8月28号左右 差不了几天 尼罗河都会定期泛滥 然后它泛滥的时候吧 它有个好处 你知道那个时候两河 为什么河旁边能住人 因为能种庄家 庄家需要肥沃的土壤 需要这种水 就要灌溉知道吧 因为能种庄家 不是因为河旁边气候好 气候好用不着 有上海里就好 能种庄家 但庄家吧 这个东西它要吸收 土地里面的一个肥力 和一个阳光的问题 和水分 光有水分阳光它是活不了的 长不出肥瘦的那种果实 长来的东西就 就扁的那种东西 吃不了 所以它吸这个土地里面 肥力尤其棉花 包括小班有用 吸吸吸 时间长之后 土地里面肥力就没有了 化肥没有了 没有怎么办呢 那时候没有施肥的概念 它只能靠定期的河床 溢水溢水之后 把上游的一个泥土 带有俯生物的泥土 带有这种充足营养泥土 冲到下游来 然后溢出来之后 把那些泥土填平一层 它就有机了 它都变得就是像这种 就是把它更换了下 土壤的一个成分 它就变得这种 有肥力的 它是这样的 但是每年在冲的时候 它有个问题 原来的人 没有什么太好的计量手法 就是花的线 这是我家 那是你家的 这河水一冲来之后 把那线冲没了 冲没了之后 它就养成了一个天然的 每年定期需要 丈量的一个需求 农民说 我多了你少 那不得意 谁拿多谁都不得意 所以在每年8月28号之前 他们先量一下 自己的土地面积 这就有一个最根本的需求 叫丈量的需求 那个时候 其他民族都是没有的 每年他们要量一下 通过几何 量一下我这块到底多大面积 冲完了之后 咱重新发现 每年都有一个量尺度 所以时间长了之后 它自然就养成了一个 对几何特别特别敏感的一个 特别特别 就计算手法 特别高超的一个 一个基点 你知道吧 然后泰德斯到那块 学了一个几何学 学完了之后 发明一个东西 叫相似三角形 它发明的 后来 他又到巴比伦那块 再去游学 巴比伦那块 它是属于祭司文明 祭司文明和法老不太一样 法老也是老大 就是皇上 知道吧 祭司又不是大祭司吗 大祭司阶层 祭司阶层是由 这个公元前 大概是1200年左右的时候 摩西 犹太人摩西 他创办这个 伊神教 犹太教的时候 创办了祭司阶层 然后这个祭司阶层 中国之前商朝是有的 剩下没有 祭司是什么呢 我们是跟神沟通的 你们老百姓 得听我们的 我们代表神的旨意 所以他们对那种天体现象 就特别敏感 那个时候有个天体现象 叫月时 月时天狗石月 光荡一口月亮没了 对吧 中国了 普通老百姓 看看热闹得了 第二天该干嘛干嘛 对吧 该喝水喝水 该喝茶喝茶 他那块不行 老百姓说月亮那没了呢 你得给我解释 对吧 啥时候没呀 下一次什么时候没呀 对吧 然后没了之后怎么办呢 自己没办法 然后开始研究研究研究 然后通过数学的方法 去测量去计算 知道了一个月时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周期 28.88888 就后面好多小数点 就算是这个样子了 这种需求 对天体计算的一个需求 直接导致什么星象星座什么的 直接导致了 他们数学能力 直线的在推升啊 中国由于没有这种 一个历史的一个激烈 包括社会的一个内部需求 地理环境问题 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数学也发 咱勾三股四全五嘛 对吧 但它纯属是个人爱好形成的东西 人家那个东西是有历史积淀的 后来泰特斯这个人 就跟这个埃及法老 炫耀了一下 他说我这个数学非常厉害 我把这个数学和几何 集合起来了 叫几何数学 他说非常厉害 你得推崇我这个理论 造福你人民 法老说你这么厉害 那你这样吧 我考考你啊 如果你通过通得过这个测验 那我就把你这个学说推行下去 法老说这样 说胡福 你们知道胡福金子塔吧 金子塔就那么几个有名的 什么佐塞王啊 胡福啊 图坦卡蒙啊 图坦卡蒙还是个小孩的金子塔 是个大臣给他的 这胡福是最邪性的一个 对吧 图坦卡蒙是最邪性 胡福是最大的 说高大概多少 反正老高了 一百多米吧 反正很高 说胡福金子塔 说这个法老说了 说这个金子塔在制造过程中 只有我们知道它的高度尺寸 别人是不知道的 说如果你能当着我的面 把这个金子塔高度给我测量出来 当然了 是不能往上爬的 对吧 据说爬的人都死了 对吧 不能往上爬的 说你能测出来 那我就信你 这泰特斯说没问题 说这样吧 用不着考虑了 你把你的王公大臣们 找一天天朗七星的一天 咱们都叫出来 我现场给你测 然后第二天就帮人去测去了 正好第二天还是个晴天 这个泰特斯往金子塔门口 往金子塔前面正前方一站 跟这个测量官说 说一会儿 不是你现在把我的脚下面插个小旗 一会儿等到太阳升起来 照到金子塔上面的投影 刚刚过我头顶的时候 他刚刚过我头顶 我头顶 然后直射这个线 应该会射到后面的地上 那个脚 你把再给我插个旗 然后两个旗插完之后 泰特斯说了 看好 小四三小型知道吧 这两点距离 加上我这块到金子塔中间那个距离 一球 我的高度在比这个比例之间的 球在金子塔高度 分毫不差 当时这个法老又浮了 大哥你厉害 对吧 推行吧 就非常厉害了 后来把他这套叫几何逻辑学 有结论能推演 知道吧 他能推演的 通过几何是不能推演 通过相似爱 就能推导出东西的 推导出现象的 这种逻辑的概念 推导出去了 后来传到苏格拉里那 没太在乎 传到布拉图那块 布拉图 厉害了 这个逻辑是一件多么好的事 甚至在他的门口 招门生的时候 门口写了一张牌子 不懂几何的人误入 特别重视这个东西 后来到他的这个土地 亚里士多德 虽然说亚里士多德 不太加利略吧 虽然是有点偏见 对吧 提出一些不太正确的一个结论 但是贡献还是很大的 亚里士多德和他的门生们 亚里士多德研究一套体系 说这个逻辑学 单独用在几何上白瞎了 由这公式推导出结论 这个东西是一个思想 他给抽取出来了 形成了逻辑学 形成了一种逻辑 然后把这种逻辑学 和400多个学科 和他的门人们 和400多个学科 结合起来了 直接奠定了2000多年后 这个2000多年轴距 这个历史的长度 西方的一个思想 对咱们现在 还有非常大的影响 咱现在这种学科 有理论一句推结论 推现象 这种推演方法 全都是那个时代出来的 明白我意思吧 这是一个逻辑学的一种 包括西方钟表 为什么好清楚分享 有的时候历史是偶然 有的时候确实是必然的 那种地理环境 那种气候 那种需求 就会导致 欧洲出现那种东西 中国出现那种东西 为什么在17世纪 工业革命的时候 18世纪中叶 1750年工业革命 英国能革命 中国没革命 不是说英国人发明蒸汽机 蒸汽机老早就有了 蒸汽机在古埃及那时候 蒸汽机用这种 烧蒸汽机的方法 推动这个埃及金卡 那个大门 中国之间的古风机 也都是这种蒸汽机原理 最早蒸汽机是水壶盖 知道吧 一烧水 蒸汽机一出 顶着水壶盖 往上蹦 可以看 这是动力 对吧 就有一种蒸汽机概念 为什么说英国那个东西 中国没有 就是因为一些地理环境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 你可以看历史 中国那时候的煤在北方 中国那时候的朝廷 在江浙地区运不过来 运输成本太高了 因为它在烧煤 你烧木头不行 木头燃料不够 能量不够 得烧煤 而英国煤就在跟前 经过了长日 一开始蒸汽机也用不了 早上来的房子 比房子太大了 直接扔煤矿去了 用于抽水 后来调整调整调整 调整了一个世纪 后来工业革命 中国就没有形成工业革命 还是农业革命 就是这样的 一个大分流 怎么来分来 行了 讲讲这个逻辑的东西 你就像英国那时候 你像欧洲 钟表行业非常厉害 对吧 什么各种名表 百达斐利 僵尸弹顿 爱比 直百 什么 这个宝宝宝鸡 无限贵 对吧 为啥说人家钟表技术那么好 人家有时间意识的时候 已经很早了 那时候15世纪的时候 14世纪的时候 哥伦布探索海洋技术 知道吧 1492年的时候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有两本书 一个叫1491 1493 我都看过 哥伦布殖民之前 殖民之后的一个两本书 挺好的 殖民那个时候 为啥它能横穿大西洋 咱们之前有一个人叫郑和 是不是七次下西洋呢 七次下西洋 为什么往左走 没有往右走 为什么跨太平洋 跨太平洋不是发现新大陆的吗 为什么往左走 因为没有航海定位技术 航海定位技术是 你必须知道 你现在在海里那 郑和下西洋 你知道郑和那时候 相当奢侈的 中国那时候非常厉害 郑和下西洋比它早 中国那时候的船队 长150米 宽50米的船 大船 一派派三四百艘出去了 就这样 往印度洋那时候走 走亚丁湾 最后走到亚丁湾 最远的时候走到亚丁湾 对吧 但是都是沿着海岸线走 太远了 怕刮跑了 能看着的 你看那是海岸线 咱们千万别瞎开 对吧 它还回不去了 就是因为没有航海定位技术 欧洲那个时候 你看哥伦布 发现新大陆那个时候 但最早不是哥伦布 最早是维京人 七世纪的时候 它已经横跨了 但它不算了 哥伦布那时候 15世纪发现新大陆的时候 人家能横穿大西洋 那小船50米长 25米块 就那小船 吹吹灯吹洒了 人家过去了 知道吧 非常厉害 怎么来的 人家有航海定位技术 怎么来的呢 一开始他们说 因为欧洲那个地方 地中海沿岸 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国家 对吧 那个时候的航海技术 必须要求很复杂 才能找到一个定位 定位呢 你知道人在一个地方 纬度是好定位的 你这无论看太阳 看斜角 纬度是好定位的 你的精度是非常难 定度数是那个 怎么定位精度呢 那时候他们要航海 七八女王说了 谁能定位一下精度啊 找到我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全上 后来他们提出很多办法 后来有个大哥说 哎呀看表啊 女王大人 咱可以看表 怎么看表呢 如果说 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国家的精度是什么 和我们国家的位置 差多少 国家精度是知道的 我呢 从这块 往我国家的这个 左边去走 往西边去走 横跨大西洋嘛 我走一段时间之后 我可能不知道 我现在在哪了 但是没关系 当有一天中午 我的太阳 照射我头顶 直射到我脚底的距离 直射到这个影子的时候 是没有这个影子的长度的 证明我在那个地方 是正五十二点 对吧 就是 可能我外漂了 漂到一个地方 直射距离是正五十二点 这个时候 我看一下表 我的表的时间 和这个正五十二点的时间 是不是差了一个时间 对吧 差了时间有什么用呢 地球三百六十五度 分为二十四个时区 二十四个时区 就出现二十四呗 每一个小时代表的纬度的 代表的精度的长度 都是十五度 对吧 差多少个小时 我穿你十五度 不就能得出我精度了吗 这多聪明啊 后来大家欢呼缺缺的时候 发现一个问题 把这表不准 表没有办法弄得很精准 每天都差很多个小时 后来就好多人 就是女皇们 各种悬赏 谁能发明表 加利略还参与了呢 加利略 由于这个时候 为了拿那个两万 两万银棒的一个悬赏 发明了一个百钟 他说百钟 你放船是不行啊 后来又加弹簧 西能 然后就给弄来弄去 把这表弄得越来越精净了 后来能达到 十六世纪的时候 每一个表 一天差距 一天的误差 小于两秒钟 那个时候小于两秒钟 因为他挂到这个英国皇室 皇家那个一个钟摆 他就是差两秒钟 后来慢慢缩短 慢慢缩短 导致现在这个欧洲这个表的 基心基盘 就是非常强大 还是这么来的 但中国没有下海的一个需求 这么大的地方 对吧 地广人稀对吧 什么什么 什么地大物博的 啥啥都有对吧 我根本不需要下海 下海干嘛呢 顶多钓钓鱼 吃着海鲜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是这样的 所以中国那时候 对时间的概念 直到十九世纪的时候 还是给我一袋烟的功夫 一盏茶一炷一炷香的功夫 你说那一炷得差多少啊 都这么来表示到 没有时间的精准概念 你就急盏香出去 急着茶出去 一天可能差两三小时就没了 知道吧 就这样 这都是有历史原因的 行了 不扯大哥了 咱会不会这个问题啊 咱推理一下 咱已经知道这个 加等于是什么东西了 加等于的意思就是 等于A加上啥呗 所以咱推理一下 是不是等于这个东西加这个 就是不完全合法 这个合适吧 是不是应该等于21啊 最后 对吧 加等于 减等于 除等于 乘等于 减等于咱不看了就吗 咱直接看乘等于吧 乘等于2 最后呢 乘2负给自身 A的话是不是20 除等于呢 除2呢 除2负给自身 是不等于5 对吧 最重要的咱看一下这个模等于 模等于是最恨人的 就容易掰是不明白 不是A 模等于2 是取余 余数负给自身 对吧 10除以2 能被 10能被2整除吗 能被2整除 有余数吗 没有是啥 0负给A呢 A是不是0 对吧 再来一个 3 4 最后的啥 是不是3 对吧 OK 如果0呢 0呢 4还是0 0除4有余数吗 没有 不是0吗 对吧 OK 就这个没问题了 没了之后 好 咱看点小练习 练习完之后 咱先下课 明天接着讲 打印出结果 一起看一下吧 好吧 第一个A等于10乘3 减4除2加1 是不是括号里先算 30减去2加1 是不是29 29模2 余1吧 是不是A现在等于1 B得3 然后你别管B什么什么招 先算右边了 1加3 是不是4 3模2等于4 能除开吗 除不开是不是余3 再付给B 是不是B是 B是3吧 是不是A刚才还是1 所以你打印出A 然后再加加 对吧 是不是打印出 这个第一是1 然后第二个 先减减 再打印B吧 是不是3减减 是2 然后打印出 是不是2 中间这个打印是换行 不用管 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还比较考验至上的 给大家点时间 大家思考一下 第二题是我给你个A等于123 给你个B等于234 我让你经过一定的计算 把他俩的值调换过来 说A里面放234 B里面放123 但是你不能太简单 说整个不调换顺序吗 来 多快啊 这多快整个完事了 我不是考这个 不能这个 不能这样 通过一定的计算 不能手动的去写 也就是说你写一个公式 这公式完事之后 不管A和B里面只是啥 他都能掉下出去 OK吧 看看怎么写 琢磨琢磨 换值吗 换值 咱先说普通方法 先来个第三个变量 对吧 第三变量 等于A 把A是不是放里面 A放里面 A有劲存着了 是不是A可以换值了 A可以变成B了吧 然后B再换成A的值 A的值是不是被人存起来了 C的值 是不是这样的话就OK了 咱打印出A 对对打印 咱在这看吧 A是不是这个了 B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换了 对吧 利用一个中间变量 对吧 中间变量是C 是不是导手一下 对吧 导个手 很简单 导个手嘛 还可以有另一种算法 A等于A加上B A等于A加B的话 A是啥了 A就是A加B的核了吧 是吧 A现在是核了 看好啊 然后呢 B等于A减B A是不是俩人的核 B是不是还是那个B A减B 那剩的是啥 剩的是A的值吧 剩的是不是原来A的值 因为A现在是核了 对吧 B里面存的是A吧 现在我让A等于A减去B 这个B是不是刚才存的是A的值了 这个A是不是还是核呢 核减去A的值是不是剩B 这样是不是也能把AB的顺序调换 是不是有这种小算法 把这个东西不强求能理解理解对吧 这是一个小的脑筋肌上玩类的东西 但是灵活运用吧 是不是加来加去两个变量不用第三个变量 是不是也能倒 对吧 这是一个小的一个问题 OK 咱今天就不讲太多了 咱前期课没必要讲那么快 今天是两个半小时 没下课今天 然后呢 明天咱们接着讲 明天大概把运算符 把一幅语句 然后可能还留几个作业 然后在这一块 明天讲接下来 可以回去先预训训训 可以先预训训 行吧 今天到这吧 明天咱们接着